简单的例子是吧 对对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简单的例子 就这个吧是吧 对对对吧 来我们来review一下上周的一个学习的小的效果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个YUM嘛是吧 然后去在每个节点上部署了一个这个 怎么说呢 Answerboard的这个Answerboard去部署了一个HTB的服务 然后呢我们是去 那那实际上我们我们重点是说 这种YUM文件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那语法就是说首先对吧 要有一个一个一个 它是各种标签嘛 然后说进然后是冒号是吧 空格我们也讲过是吧 然后的话就是 这个YUM是个模块是吧 等一下 是吧 来我们review一下 其实其实Answerboard呢 其实从上周讲的角度来说的话 首先呢我们回到 我们先不说这个 我们review一下上周的基本的东西 我们讲的它的一个安装对不对 那它的安装呢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最重要有一个点 时宾还记得哪个点吗 是列清单 其实在配Answerboard的时候 我给大家做个演示 就是最重要的最前面除了这个安装就不说了吗 这个不是重要是必须 必须和重要是不同的概念 那这个是必须的 那从这里看呢 最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的SSH 就是SH的trust的复兴嘛 主机复兴是不是 然后有了这个复兴之后呢 我们一定要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一个 其实我们我们要看一下这里啊 是不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是不是要配 这个是在管理机点吗 对不对 我已经恢复了三台虚拟机啊 快照已经恢复了啊 我们看一下啊 你说我们这里啊 我先做个准备啊 反正也要用 这个是什么 20.143 你说C03对吧 对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配对吧 这个是一定要配的 对吧 配了之后我们是需要什么 是需要这个K井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钥私钥 对吧 一定要生成这个公钥私钥的 这个叫什么 加密的密码队是吧 然后呢 我们生成了之后 就要把它考到每个节点去 是不是 你说我们本季也要考 用本季也是一个安装节点嘛 一个备安装节点 对吧 然后 这是最基础的吧 这个一定不能忽略 好弄完了之后呢 你觉得这个之后要怎么样 就直接把这个后词考到三考到另外两块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一定要去考的哈 这个这个前面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其实你列清单的前提是不是这个 然后你要去验证对不对 比如说自己对吧 然后验证每一个节点 所以说我还是说要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你做完之后 配置之后一定要去什么 一定要去wcheck 是不是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那最基本的 你做安装前期的一些铺垫 就是说我们要去什么 我这里回溯一下 我们要去把那个 SE Linux安全增强关掉 要把防火墙关掉 对吧 因为你内部使用嘛 然后呢 为了做实验方便 然后配要配什么host host 主机名 就是相对于是DNS解析嘛 本地的 然后把它copy到什么 每一个节点上去 对吧 好 在这个 这个是Linux Basic的这个这个config 是不是 configuration 这个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才去做什么 安手本身的列清单 对不对 这个列清单就这里吧 对吧 就是这些列清单 这列清单我们讲了 它有一个什么 它有 它支持这种嵌套的 是不是 这种这种求准的 就是嵌套的 对吧 我们怎么去嵌套 怎么去定义 那其实这个列清单的 这些 字段的名字 它包含的子集 或者它包含的主机名嘛 就是这些主机名 或者IP地址 它其实是一种分类嘛 这种分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那红薯你明白这个分类的意思 就是这种标签的嵌套 分类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基本的概念 要有一个明确的理解 红薯在吗 听不到 喂 声音很小 声音很小 钟儿说一下 钟儿你声音大一点 我们现在先review一下 上周的内容 喂 这个就是那个 把你那个节点 全部写在 它的这个后视图文件里面 然后你操作的时候 这种嵌套的话 也就是说 你操作的时候 可以对它的那个 操作它的一个求准 或者说操作它的Master 那些 对 你说的对 就是我 我再表达一下我的 我的理解 就是说第一个 那天套有个好处 就是什么 其实它可以有一个 子类有个副类 相当于对不对 它的副类的话 就是放更广一些 对吧 更广一些 你可以操作所有的什么 你的Answer的主机 对吧 Answer包含的 这个后视频 包含的字段的 标签里面的主机 其实它这种嵌套也好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 我个人的理解 是角色 因为你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这个主机 你看你看这种 比如说你可烂端的 这种主机 是不是 对吧 三到五 还记得这种写法 就是一个序列 对不对 就是一个区间 比如说C03 C04 C05 对吧 是load节点 这是可烂端节点 那master只有一个 其实这种嵌套 它在实际应用当中 它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是角色 记住 角色 其实我们在培训很多的时候 角色很重要 还记得我们的storage grid 里面 有很多角色 对不对 admin的角色 gateway的角色 还有什么存储节点 对吧 storage load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角色 角色就是带来什么 带来分工 就有点像我们windows的什么 添加角色与功能 对吧 那个模块 那个东西 角色和功能 是miting在一起的 所以说这个列清单的 我觉得 它的重点和目的 就是要去什么 去规定不同主机的角色 从而规定它的不同的什么 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有角色 因为在局集群 我们暗示过在部署高级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要去部署一个集群 集群里面肯定都会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不同的角色和功能 这个是大家要去什么 扩展理解的东西 知道吧 这个很重要 我在review的时候讲到 在讲这个点 这个签套上周我们又讲过 还有就是种联系区间的表示方法 对吧 就是表示 就不用一个人去写 每一个每一个主机主机名占一行 这样就写的显得显得很 很啰嗦是吧 好 然后呢 其实ansible的话就是基础的就是安装 配置主机名 这里主机名有两个后市文件 一个是什么 管理节点里面的主机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管理节点里面 ansible的主机名 对吧 就是这个 这个主机名叫什么 这个后市文件叫做列清单inventory OK 这是我们要review的一个重点啊 然后呢 接下来那些基础的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的什么command 模块啊 我们的呃 这个这个呃 呃 这些这些 share的模块啊 讲到share的模块说呃 command的模块是default的模块 对不对 这个model 这个这个这个模块呢 它是不支持什么 不支持什么管道服务 通配服务的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我们share的模块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讲到的 在模块里面讲到的第一个点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呃 我们先花花个十分钟 把这个上周的内容 再review一下 梳理一下啊 然后又讲到这个这个 基础的 贝斯盒讲了讲了 什么块这一块是吧 所以说ansible里面 其实呃 如果手工操作的话 它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模块 它的命令就是ansible 比如说接 第一个是清单的名字 对不对 列清单的名字 你要对哪些主题范围 清单就是主题范围进行操作 第二个就是什么 这个减m是吧 减m就是 我要用哪个模块来执行些东西 对吧 哪个模块来执行些东西 然后减a是什么 减a就是我具体 在这个模块下面要执行的什么 command就是命令嘛 具体的命令 这是有一定的什么 规律和规则的 大概大家理解了这个规则 那不同的模块 其实只是不同的什么 功能和参数和命令行而已 但是它的语法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比如说sams模块 比如说计划任务的模块 比如说文件挂载的模块 和什么文件系统的模块 以及什么亚门的模块 那等等同步的模块 还有上周我没有讲到的 我这里补充两点 后来我给你们在群里也说了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setup的模块 对不对 setup的模块呢 实际上是说 我的理解 就是说ansible它会 在系统里边抓一些什么 抓一些变量出来 这些变量 待会我们讲进阶应用的时候 会用到这些变量 这些变量很好用 这些变量很好用 就是比如说 帮你去每个主机的主机名 对吧 当你在写一个集群的脚本的时候 亚门文件的时候 那你每个节点的主机名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这些变量 它会把你这个标签里边 规定的主机范围的 这些变量给抓出来 知道吧 这个setup模块 就是变于你去什么 根据不同的主机的具体配置 哪些具体配置 比如说mark地址 比如说ip地址 比如说主机名 这些在每个节点上 它就是每个主机上 都是不一样的 那它会把 它会动态地把这些东西 提取出来 然后附在变量里边 知道吧 但是你集群不好了之后 其实你那些节点的主机名 和ip地址是不会变的 对不对 它会给你提取出来 变于什么 ansom在什么 在亚门文件里面当中的应用 好 然后 这是我要补充 今天补充上周的内容的 第一个setup的模块 比如说你看到这里 包括什么 系统发布的版本 是吧 包括interface 这些它都会给你抓出来 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python的数据类型 类似于字典这种 知道吧 字典或者列表这种 好 它都会把这个放进去 把这些变量信息 然后上次还没讲到这个 这个也比较好用一点 这个 这个东西 我边讲 我边把这个暗色果装一下 好吧 那我们第一步是不是已经配置了 主机名 对吧 我们再把这个 暗色果给装一下 我边做实验 让他等待 我们一步再处理这篇文档的问题 回过头来 你看 这个主机名 以前我们改主机名是不是 改了我们要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来改 是不是 它这个就是可以 你在管理节点去改任意节点的主机名 就可以了 你看到没有 这里我有个小小的问题 我中文声音比较大一点 我就问你了 你看这个C005和这个C05 你知道区别在哪里吗 一个这个C05就是你现在的 就是你要修改的那台机器 对 没错 你要修改的 你要把它修改成的 就是目标主机 对吧 目标主机 后面那个 清单名 对吧 你把它修改成C005 对 在后面这个呢 C005就是我要修改成的名字 那我的问题来了 如果我一旦把这个C005修改成功了之后 我再在安社博这边用C05来访问 可以吗 我觉得应该访问不了了 你觉得应该访问不了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是不是重启之后生效吗 不用重启 这样做是不用重启的 我已经做过实验了 这个是其实这个有个原理在里边 我还是喜欢说我们做做实验 分析一下里面的为什么 我提一个问题 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去驱动 就是Question Driver 这种很好的方式 你想想 我的答案是什么 修改主机之后 他还是可以访问的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你这里是什么管理节点定义的 主机集群的什么 列清单的一个标签 对吧 他会把这个转换成什么 就像NAT转换成什么 他会把这个列清单里边的主机 名转换成IP地址 本质上SSH是通过IP地址去信任的 他底层啊 就像你访问百度的域名 他是访问百度的域名吗 他访问百度域名解析之后 域名解析DNS解析之后的那个IP地址 公网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本质上会转换成一个IP地址 过去 你把他对端主机的主机名修改了之后呢 他的IP地址会变吗 不会变 他这里只是管理节点的一个配置定义 最终他会翻译成IP地址 IP地址是不会变的 因为我们知道服务器都使用的是静态IP地址 对不对 这是原理嘛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服务器使用DHCP的 很少有 我遇到过 对吧 比如说埃斯隆这种东西 他就是在一个地址池里面去抓 这个是这EMC的一个机制 回头再说 然后呢 这里问题就在这里 我问一个 但是你那个后续层建里面 你不是对应的IP地址 对应的那个C05吗 对啊 是不 是C05对应的是IP地址 知道吧 但是这个只是在管理节点 那你被管理节点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会导致什么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被管理节点的主机名修改了之后 他的IP地址并没修改 但是这个主机名和IP地址的翻译工作 是谁来做的 是管理节点来做的 你管理节点并没有做任何的更改 听懂了吧 我给你做个实验 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好吧 他IP地址他解析出来的 来来来 你看好 我们实验证明一切嘛 实证主义 看好啊 你现在是不是这个 对吧 等我一下 我考一个demo过来 我们找一个 证据啊 找一个小证据 你是觉得他会变吗 还是不会变 你是觉得他会变是不是 没问题 我们来演示一下 这个其实就已经进入我们今天进阶 应用的一些一些概念的 你看我把这个减压一下 这是我做好的一个包 我们看一下 Redmi 你看Redmi第一个说是什么 这是我已经打包好的 我还是那个习惯 做好安装的文档 做好安装的脚本 做好安装的程序打包 三个打包在一起 这是一个小小软件 叫慕斯FS 它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 分布式文件系统 系统 它是谷歌的GFS 就是谷歌的文件系统的一个C语言的实现 这个是很好用的 因为它是基于什么 我们Linux本身的操作系统的 它不是一个内核态的东西 它是一个用户态的东西 对吧 用户态什么意思呢 简单点说就是它寄生在 我们Linux本身的操作系统上面 它复用了它的内核 它的文件系统 它只是在用户态层面的 如果内核态呢 就是什么 我要去改Cornel的model 知道吧 就是底层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Safe 我们的Storage Grid 是吧 它其实也是一个内核态的东西 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什么 Mark VNN 直接作用于那些物理网卡 直接作用于那些 我们说的 它不仅仅是进程的 它是一个模块化的东西 Cornel那边 好然后呢 这就是对MOOSE F 是一个简单的说明 然后你看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加进去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加进去 有了吧 好到此为止 我们Answer就做到了 安装配置列清单 主机名入信做完了 对吧 这些前面三部 就是要点都已经搞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印证一下 假设好 我现在过这个C05 可以过得去吧 过得去没问题 主机名还是C05 有没有问题 中二 没毛病吧 没有 没毛病 OK 那我们看一下 它会不会重启 或者是直接生效 这是第一点 对吧 是这样的吧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好这里反馈的是什么 你看 清几处是不是 就是说已经改变了 那我们我们现在反馈 你说反馈不到是不是 你说这个意思吧 到了没有 可以到吧 主机名变了没有 变了吗 这个就比我们以前用后世的命令去修改 或者是用那个什么 SSH登录过去修改 重启要方便的多 并且我告诉你 你这种修改的话就很方便 你发现没有 你可以写成脚本 我也可以一个样脚本可以修改十台 对不对 我写进去吧 一百台都可以 我可以离线把样的位置配置好 然后上去刷一下就好了 所以说他不会变 不会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给你看一下他这边的 这边的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你看他这边也没有变 对不对 那我反过来哈 我反过来 我SSHC03的时候 你看哈 我没有他没有反向的主机信任 对不对 但是他也能过得去 看到没有 跟他的主机名有关系吗 没关系 懂了没有 所以说这里我想跟你说一个什么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他是把主机名通过本地的后世的文件 翻译成IP地址在执行这些操作 所以说跟对端的主机名没有毛关系 这就是原理和逻辑 实验可以印证我说的话 对不对 中尔想明白了没有 那那个C02能去C05吗 C02没有C02 C04 C04能去C05吗 好问题啊 来 你觉得有问题是吧 来试一下啊 我说C05啊 我没有说C05 对吧 证明我说的话是对的吧 重点不是我说你说 而是什么原理 对吧 这个是可以open的 开放的讨论的 好了 明白这个没有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就是说 其实因为ansv它是基于什么 它是基于这个SSH复信 基于我们的列清单 但是你要知道 它内部在做什么 它在转换成IP地址来做这个事情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把它改过来 好吧 改过来好热一点嘛 这个没所谓的哈 这个是调用了上周 我们没讲的一个host name的 就是host name这个model 这个模块来做做这个事情啊 那实际上我的我的github呢 其实呃也有一些原原原原则 一些规定就是什么 你们看的时候就看警号 警号就是什么 模块号的注释嘛 然后下面就是命令 它的格式 那我写的比较没有太多解释哈 比较比较检验 呃因为我在我在培训里面跟你们也也也说了嘛 好来我们来进阶了哈 呃进阶呢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上周演示了一个呃初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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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哈 就是什么 我们会再去部署啊 这个我们上周有讲嘛 对不对 我在视频里面也有讲 比如说lodify啊是触发一个什么handle 就是异常的 不是异常 就是一个更新的处理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个 按时我playbook 减c呢是什么 是预处理嘛 去检测配置文件对吧 然后去执行它 是吧 等等 这些操作好吧 然后减t呢 这个t是什么 还记得这个t是什么吗 那个那个视频记得这个t是什么吗 想不起来了 意思标签 就是说你看我在这个task啊 这个任务里边我们亚蒙文件吗 无非就是这些呃 第一个第一行就是叫第四行的这里写的成生效的第一行哈 就是说什么 我要对哪一个列清单的主题范围进行操作 操作的什么权限是用哪个用户来操作的 对不对 然后task是最重点的嘛 你task你task task里面就是我的任务级嘛 对不对 然后一个减号就是一个减号代表一个什么 代表一个单任务嘛 那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这个 我可以给每个任务大家一个什么 加一个标签 对吧 label 其实标签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通用的it的一个概念哈 比如说你们的什么storage pool 你们的什么vlan 其实本质上他都是标签对吧 他在逻辑层面给你一些一些东西打标签对不对 就像这个有点像什么 我们呃比如说我们有代表部门 我们有苹果部门 我们有有有有有有有 那他app的部门 那每个部门是靠什么来识别的公牌 公牌就是一个label 那同样的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原名哈 就是在任务里边你可以给每个任务打个标签 那打个标签之后呢 你就可以什么 但多个任务可以同样的标签 简替就是什么 我执行这个标签我就可以执行一个指定的或一组指定的人吗 task 我这样讲能理解吧 那士兵理解了吧 啊理解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ansable的时候 这个方法论上说哈 其实还是要去明白他的什么 我我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结构 对吧 他的结构是怎么样子的哈 这种要夯使他的这个基础 啊你慢慢明白之后呢 这个靠什么明白 也不是说使劲背哈 根据我个人的一点感受的就是什么 你不断去熟悉他 对吧 每天每周去做一些 慢慢就熟悉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好基础 我问一下这个减替这个 他这个参数根的后面是 你上面task里面下面第三 第二个name的那个target吗 这个就这个你看到我 就是这个任务 不叫第二个name name是任务的名字吗 对不对 是我这一个名字叫 config file这个什么task的标签 对吧 task的标签 也就是说我这样来做的话 我这23行这里写的 他就不会去执行整个task了 整个task的这些东西 他只会执行指定的 就像对你说的第二个name的这些这一段 就是从第11行到13行的这些东西 明白吧 他会把这个重新执行一下 就是重新考一下html的那个什么index 就是他的那个网站的主页 就这个意思 好理解吧 好 这样来了之后呢 就知道我们playbook就剧本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剧本 那这个剧本他在执行的时候可以什么指定单任务 多任务和指定的一个任务组都是可以的通过什么 这里无非就多了两个两个字段嘛 一个是notify对吧 这个是更新执行就是通知他执行这个hander hander就是处理嘛对不对 上周我有讲啊 我是接着上周讲的哈 这个tug就是什么 就是我要对应的哪一个task ok好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看一个复杂的 复杂的哈稍稍再复杂一点的 我们就讲这个mfs哈 我的一个folder里面就是一个完整的什么project ok project是什么意思啊 project就是项目 实际上它是一堆资源的集合 你要去理解这些大的范围的概念哈 慢慢就好了 这个是一个熟人生巧的过程吗 就是慢慢慢慢就熟悉了 开始我也很不熟悉 也不习惯这个东西对吧 好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readme哈 我我喜欢写readme 那实际上呢就是说 首先我要装Answer 第二个呢我要配置这个管理节点 你看config management load的什么host文件 以及什么他的主机复兴 你要去读我的什么注释是吧 我的这个这个readme是吧 然后呢这里给你了一个范例啊 这是个范例不要超我的 你要改成自己的主机和实际情况 然后第三步呢就是要配置什么 这个列清单对吧 其实前面三步我们刚刚已经做了 是不是 前面三步都在哪里做 都在管理节点做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如果你每个配置都要到什么 你的你的计算节点 或者应用节点去做的话 那其实就失去了这个什么统一管理和什么统一部署 自动化运维的效果了嘛 ok 所以说这些都是在管理节点做的 然后呢 这里让你去review一个什么 呃环境变量 就是一个变量设置哈 呃这里我要讲一下哈 因为上周没讲哈 其实亚门这个这个这种数据格式哈 呃有很多应用 你们还记不记得在之前我们的培训当中有什么用到了亚门的 除了我们现在讲Ansephone 呃中文还记得 呀 什么什么东西 呀 m o kompose 哎 对对对 那个compose 对对对 compose 呀 m compose 的话 呀 m compose 的话 他其实 就是用到了这个这个亚门来来来做他的什么 这个叫做我的理解是配置文件外挂是不是 你看变量文件外挂也好 配置文件外挂也好 包括我们的登录信息 外挂这个是一个小小的idea或者叫思想哈 为什么因为这是可以什么复用也好 可以呃分就是把它分离 你还记得我们我们以前学基础的存储的时候是不是 存储是不是外挂的叫做第三方共享存储 对吧 那我们服务器本身也有硬盘要read的是不是 为什么要用第三方呢 因为他可以共享 对吧 所以说你在外挂的时候共享就可以复用嘛 他其实这些思想是贯通的知道吧 我想说我我这个我不觉得我是跳跃哈 我觉得我这是关联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这个配置文件外挂和变量文件外挂是很重要的一个什么思路啊 我们来看一下哈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有一个你看有一个吧 我们看一下他里面写的什么 你看这个慕斯FS哈呃这里就写了 呃慕斯FS的一些主节点的配置 以及他每个每个tronk server他自己的就是我们简单说啊 就是master节点和load的节点 load的节点是什么 这个可以可以讲得通的啊 master节点就是元数据节点 呃我们的load的节点就是我们的呃数据节点 我们叫tronk server切片的数据节点 好ok 当然这些角色是可以服用的啊那我来简单的描述一下我们的慕斯 nfs的一个结构它是我遇到过最小巧最方便最好做demo的一个文件系统 它是什么第三种文件系统我以前讲过本地文件系统对吧 比如说nfs xfs dxd4第二层是什么集群文件系统就是什么gfs2 还有我们的什么最著名的vm2的什么vmfs56这种对吧 它是集群文件系统可以多点访问有什么有共享的什么 呃locklock就是锁机制的它会去锁遗照的块对吧 它不是锁卷啊是锁块第三种文件系统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分布式文件系统就好像我们的呃 emc的onefs就是我们艾斯隆的文件系统对吧 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呃 safe的fs moose的fs 这些文件系统都是什么可以汇聚多个节点的 他直接提交的就是一个什么 跟我们共享存储最后的一个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在每个节点上看到的mountpoint下面的文件都是一致的 对吧 就是分布它效果上是一样的原理不一样 这就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mosfs呢 它是一种寄生态度 我刚刚讲过叫做用户态的文件系统 它之所以会做的这么小 它就是调用了每个几点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内核和 xfs或者ext的文件系统 它是依赖在它上面的 所以说呢 它的角色的 我们简单说只有三种角色 master load 还有一个克兰端 就是扣端 就是挂载点 就是挂载的 它需要一个cs架构知道吧 saber克兰端的架构 那有了这种三种角色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我们的目的 我先说这个实验的目的 就是要做到一个什么 在三节点上看到同一个folder 这个folder加密 这个folder下面的文件是一致的 这个就跟我们挂了一个什么 nfs的外部存储的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我只要达到这个目的 那我做实验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我要做什么 对吧 我怎么做 我为什么这么做 是吧 就是 why what how to do 是吧 清晰一点 好 然后我的网络啊 我的这个慕斯 fs的集群网络是哪个网络啊 是二零点二零网络 然后呢 我要定义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设备名是哪一个设备名呢 我需要把每个节点的什么 每个节点的 我这个是KVM的虚拟化 就不是SDB 是VDB KVM下面的设备名 命名是VDB 不是SDB SDB是我们物理机 或者VMT下面的一个命名 在Ninx下面 我说的是 然后呢 它的挂载点啊 就是数据目录 它会把这个VDB 这个设备挂载到哪里 本地的一个什么 斜杠Data的目录下面 然后呢 这是它的什么 数据目录 最后它得到的 给客户交付的一个 共享目录是哪里呢 是每个节点下面的斜杠MFS 这个挂载点 也就是说最后你看到的 这个Data目录下面呢 就是这个VDB的容量 比如VDB是500G 对吧 那你每个下面看到挂载点 就是500G 这个没问题 对吧 因为它是本地的 这个MFS是什么 是集群的 它在每个节点看到的是一样的 它会汇聚什么 三个节点的容量 我这里有讲清楚这个逻辑吧 中文有没有明白我讲的 明白 明白OK 那其实就是简单说 就达到我们NFS的一个效果 每个 我们要用什么来实现呢 我们要用安斯部 对吧 的这个剧本 playbook 通过亚门文件的方式 来一下子搞定它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亚门 这是一个变量 最开始你要review这个变量 为什么 因为变量变量就是变化的量 为什么要变化 根据你们实际集群和生产环境 或者是实验环境的情况来修改自己的变量参数 对吧 就是这边这个参数 很显然 那他也是个亚门文件对不对 他也是遵循了什么 缩进 因为我都是同一同一个level的嘛 所以说我没有缩进 对不对 我都是一直在一个什么 一个list 缩进里面的 对吧 就没缩进 然后呢 我的冒号后面都有一个空格吧 这是这是亚门文件的什么 标准定义 对不对 缩进和什么空格 对吧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字典类型嘛 Dictionary 对吧 他就是有个冒号 前面就是key 后面就是value 对吧 这又回到我们什么 又关联到我们python的一些基础支持 好 这个其实很多东西它是相关的 为什么 因为ansable本身就是用python来写的 他只是把python的那些东西呢 他给模块化了之后 封装成那些ansable的那些模块 那playbook呢 就是什么 综合的去调用那些模块 实现一些复杂的功能 这个就叫playbook 剧本嘛 我把剧本写好 对吧 你把这种基本巴拉巴拉执行下去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好 来 我们再再再再看一看 他说你再去看什么 看load的配置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load 那load的配置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他就第一行就告诉了我们说 你要给一个load 对吧 load肯定是一个标签嘛 这个标签代表了三个主机名 c03 c04 c05 对吧 那执行的权限是root 对吧 他可以去什么环境变量的文件这一行哈 上周我们没讲是吧 我们在上周的基础上叠加了一些更进阶的东西 今天讲进阶的应用嘛 对不对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 vass的fil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文件里面去引用什么去引用我的变量的亚门文件 好 这就是一种什么函数的思想了是不是调用嘛 对吧 去调用 当然这里有个简号啊 有个简号就是我可以调用多个亚门文件对不对 那我可以再调一个再调一个把多个写进来 那为什么不写在一个文件呢 哎中文为什么不写在一个文件要这样调用 写在一个 比如说我把那个变量文件写在这里可以吗 可以的是不是 啊可以啊 对啊 为什么不这样写要分开写 这就像我们服务器程序网络三个东西要分离一个道理嘛 如果你写在一起 就是要一挂全都挂了 对不对 在那我这种做一个粗糙的比喻哈 这里就是怎么可以复用嘛 你那个变量文件还可以被其他的亚门文件复用 对不对 并且你修改的时候很清晰 对不对 如果你来修改他的话 你去找就很显得很啰嗦很 很很很 容易容易嘛 对不对 重点还是什么 要用的概念 知道吧 他会去包含 对吧 OK 好 这是变量的要用啊 变量文件的雕用就写在这里 他的他的约定俗成的这个关键字就是 varsfiles 知道吧 好 这是外部文件的雕用好 然后我们再看这里 哈 task 里面 他这个里面 第一个他调用了一个什么 调用一个data的亚门是不是 在task 里面就不是这种变量调用 的一种方法 他是通过什么include的包含 包含一个什么 包含一个另外一个亚门的任务文件 OK 好 来回到我们推出来看一下那个那个文件哈 这个文件 你看这个data这个文件写的很简单 他也没有复杂的亚门格式 他就是简单的任务格式 也只有一个一个缩紧对吧 就是简号 那显然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堆任务吧 对不对 实际你觉得是不是一堆任务 是的 要把任务分离了吗 对不对 那我可以在任务里面随便写吗 我可以写个多个任务 然后给到不同的组文件来调用吗 这个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程序的思想 就是面向对象的思想 面向对象 我我我很喜欢这种 这个这个观点或者或者就叫做叫做发生思维也好 你想想他这个东西其实你想他设计的原理哈 就是在什么要用一个 一堆相同类型的任务 对吧 好 Include的这个很重要哈 就是今天进阶又讲了两个关键 一个是VAR 对吧 VAR files 一个是 Include 好 我们来讲他具体的内容哈 你看我在空格 我又在空格行是吧 每个空格行就是他一个一个一个功能的 代码段 对吧 那我们先看这两个任务哈 第一个任务和第二个任务干嘛呢 他是在调用Copy这个model 调用了两次 第一个是Copy了什么 MFS这个东西的安装的folder 第二个Copy了什么 Copy了他的样源对吧 Copy了他的样源 你要安装这个他肯定是一堆RPM的文件对不对 通过Sicklet3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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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 把他亚末文件集合他的依赖关系是吧 然后呢 你就需要把文件本身 安装文件本身和他的什么 迫托的亚门的迫托的 考到什么 考到我们每个节点的什么 这个亚门的摸认的配置文件里面 安装的配置文件里面 OK 这就是在部署一个安装文件到各个节点 那第二段任务是在干嘛呢 通过调用什么 File他调用了三个模块 File模块 File模块干什么 File模块他调用了一个变量看到没有 叫做DataDIR DataDIR我们写的变量文件里面了对不对 那我们要去什么实际上说呢 就是我们要在每个节点上面去创建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斜杠Data 我们刚不是写到变量文件 那个变量文件的吗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花括号 这两个花括号代表什么 为什么是两个 啊 啊问的好哈 这个问题我我给你解答一下 为什么是两个哈 这个是什么哈 我告诉你哈 我告诉你是什么 呃沈南南应该看得懂吧 蓝蓝应该不太好 在不在 啊 杰森吗 呃杰杰杰杰 不是杰森 他是这样的哈 我我是这么理解 你看对不对哈 呃这个ansable在装的时候 我上周讲过 他会依赖 主要的三个 呃派生的 库嘛 第一个库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派生 PY亚门是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记得那两个库吗 我我我我我有讲过 还记不记得 还有Permico 哎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我们搞那个通过链接 Connecting的那个SSH的 叫做 Permico是不是 Permico的话就是第二个库 第三个库是什么库 还记不记得 金家兔 金家兔 对吧金家兔 你在学金家兔和Flesk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Python的web应用 金家兔这个库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在网页上面去显示一些 什么Python的变量 他通过Python 把数据库啊 或者是其他其他的应用的东西 抓出来放在变量里 然后把这个变量给给到谁 给到我们的网页对吧 HTML是吧 这种是一个变量的传递 同样在这里哈 他就把我们刚刚那个setup 模块里面抓出来的那些变量 或者你手手工写的这些变量 通过了这两个花口画 他就可以传递给其他的样的文件 其实这是他标准的 就好像我们在我问你 在Linux里面表表 就是echo一个变量的时候 你们用的什么符 DONOR符号是不是 还记不记得 LinuxA等于B 要显示A的时候是不是 echo DONOR DONOR A 对吧 视频 这些符号还是不太了解 就是Linux的基础 Linux显示一个系统变量的时候 是echo echo 我去显示 是回显 echo是回显的意思 echo DONOR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Linux里面调变量是echo 对不对 那实际上 这种就是一种语法 在亚门里面调变量都是两个花括号砍起来的 你只要记住这一点 他跟金家兔有关系 金家兔这个定义了就是说我们要去调用一个变量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什么 因为这里是一个变量的名字吗 对不对 我们就去把它扣起来 你要怎么去表达这个变量 如果你直接写 他就是一个字符串 知道吧 不叫字符串 他根本就不是变量 他就是一段一段什么文本 我刚刚讲的不对 应该是一段文本而已 亚门的文本 所以说你这里要引用变量就是一个花括号 你记住 在亚门里面就是要用了金家兔这个库来引用变量 他的格式就是两个花括号 你后面会遇到 你看还有很多花括号 看到没有 看到后面还有device的是吧 这点device的 ok好这里拉回来 我们继续讲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去调用 简单说吧 这一条任务就是在每个节点上创建一个什么目录 这个目录我没写死吗 我就去调用我那个环境变量 你想想啊 如果说我没有那个 变量的亚门文件 我是不是每一行都要手手手手动去写 如果我要改这个目录的名字 我们是每一行都要去改 显然是不什么 没有效率的不经济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那些变量文件外挂也好 配置文件外挂 前程签套是有道理的 明白了吧 否则你这样改的话就很难改 你知道你100行的话 你不是有50行都有变量同一个变量 你要改50行对不对 显然这是个很二楼二楼问题 对不对 好这里讲了他的变量书写 来再来 好然后呢又用到了一个什么filesystem 但是这个模块什么意思很简单 就是我去把我的这个device 你看这里device 这个这里 就是这个设备名 它是斜杠DV下面的VDB 那实际上我就用XFS的这个文件系统的格式 去格式化这个设备 我只是把它做了格式化 就像我们的什么 Linux下面的 等价于Linux下面的 makefs.ext4或者.xfs 去格式化一个设备 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里做的就是一个创建文件夹 格式化 然后把它挂载起来 对吧 那那自己做 我插一句 我插一句 这个他怎么 他怎么是知道是调用那个VAD点 压谋那个文件 好问题 来 你看好这个文件被谁调用的 你看好 他是不是被data 被漏的这个就调用的 就是要这样讨论 你看 他在被漏的调用的时候 他前面是不是已经执行的调用 那个变量 这是他的主文件吧 对吧 主文件已经调用了VAD 这里面他就知道VAD在哪里了 对不对 当你执行到task的时候 再去包含这个data的任务文件的时候 你觉得他知不知道 比如说很简单 我是master 现在呢 我调用了中文 回头呢 我又包含了 我又调用了沈士兵 对吧 那你觉得我知不知道你们两个呢 并且我会把信息共享给你们两个吧 对吧 我会告诉 诗兵中文那里有什么 中文 诗兵那里有什么 这就是调用信息共享的思想呢 所以说我经常说我们反馈case的时候要同步信息 这是一个原理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同步信息 我要反馈给厂商 你要反馈给我 好我要把厂商的指令传达给你 你要反馈给什么客户是不是 这就叫沟通 信息共享 其实程序计算机和我们团队合作是一个道理 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组组合起来组合起来 你明白了吧 从这里你就看到主文件了吧 诗兵 这一个主文件调用了两个文件 他就会同步他们两个信息说 兄弟你在哪里去找你这个变量负值 好这边说我要引用哪个变量是吧 一个是提供一个是引用 中间呢有个主文件来做什么bridge桥接 ok 这个data下滑线DIR这个是默认的一个数值 对吧 哪一个 是两个话号里面的那个data下滑线DIR这个 这个就是 变量文件你看 你看看这里 data下滑线DIR这是什么 这是在这个变量文件里面定义的一个什么 相当于是一个变量0对吧 它是一个什么字典的k这个是不变的 你要是这个可以自己写的对吧 可以 如果你这里变了你看你的data下滑线DIR变了 那你相关联的主文件调用的时候 那个任务文件里面的就要变知道吧 这个是我预定义好的 所以说你可以自定义这些都可以自定义的 就看你但是你要保持什么信息 共享的前提是什么一致性 所以这一致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知道吧 听懂了吧 所以我这个里面有个dataDIR 我另外一个严谋里面也有个dataDIR 他就不能调用了吧 如果同名的话 对对对对对 你不能调用两次同样的东西知道吧 也就是说你在同一个什么 我们这个叫Python里面叫什么 叫做变量的scope scope就是它的作用域 在同一个作用域里面变量名是不能重复的 对吧我这么回答你可以理解吧 行行这个我能理解 对吧你同一段代码也好 你不管是卸入脚本的代码也好 还是Python也好 谁语言也好无所谓 对吧 你在同一个函数里面 你能不能有两个变量名是一样的 你跟他不同的东西 可以在不同的函数 但是这个车远了 明白了吧 就这个意思 问的好 有问题能更清晰 好然后回过头来 我们要还来看那个主文件是吧 不对 看那个任务文件 其实这个任务文件 你看空格的分的代码段 第一个就是传输安装文件 第二个就是什么 格式化每个节点的什么 一个数据盘加他把它挂载到一个 对应的指定的 每个节点都挂载的data 这个挂载点帮的point 就是第二个大的任务 第三个任务是什么 就是最后这个client端 就是我我其实做了一个角色 角色的叠加 就是我每个节点 既是什么 既是存储节点 也是客户端节点 那客户端节点是要有个挂载点的 那我就用file这个模块 去给他创建了一个挂载点 这个挂载点的变量名叫 client的什么client的dir 我那边定义了吗 他是哪里 斜杠mfs 在我那个变量文件里面 然后呢我给他一个什么 Stator是说他是文件呢 还是 他是 Stator是说他是文件呢 还是目录嘛 那如果是文件的话 他默认就是就是file嘛 那么是目录dir 然后他的什么权限是什么 755仅此而已 好这一段 压门你们知道了吧 其实就是三倍大的任务 第一个传输 安装文件 以及他的什么 压门配置 第二个是什么 提供数据盘和挂载点 第三个是什么 客户端的挂载点 听懂了吧 我这样来表达的话 应该就比较比较清晰了哈 好 这一个亚门文件 其实我们在用这个 playbooks的时候 亚门文件是书写是很重要的哈 但是你不用实际经费 你可以多看看我写的这个样本 那实际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去参考样本 来进行什么 根据你实际环境的一个修改 和一个Mapping 对吧 根据你实际环境 但是你要明白他的意思和他的逻辑 以及他的什么语法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load的节点明白了吧 就是调用这两个东西来做事情 那load的节点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有了数据节点 我们还要有什么元数据节点 Matterdata的什么load 这个Matterdata的节点呢 是什么就是master 我们看一下master怎么写的哈 那master复杂一点哈 master就是说哎好 你你你这边 哦稍等我还有个主文件没讲完啊 哎 卡住了 完了完了 好了 漏的啊 我们要把漏的讲完 那那刚刚那个master的那个data的讲完了 是不是 那我们来讲一下漏的漏的是说好 讲到这个include的这一行了之后呢 你调用了变量调用了任务 那你接下来做什么呢 要做具体的东西了 对不对 具体的东西什么 就调用yam这个模块去安装什么 安装这个trunk server 这个trunk server就是我们的data load 就是我们计算节点的服务 对吧 我们在学习那个stoologic already 这时候也知道哈 和不同的角色里边就跑了什么 不同的服务提供了不同的功能 那他也会去装 他每个节点装两种角色 第一个是装client的角色 就是角色复用嘛 重叠角色叠加在一起 第一个是什么呃 就是data data节点的角色 他叫trunk server trunk就是什么意思 切片的意思 我们分布式存储都有一个什么 切片 平均分布的问题 对吧 我们sg里边是不是 就是有一个64kb的包 对不对 小于1g的文件 我们把它写成64kb的包 这个这个谭老师有讲过哈 然后呢 mosefs的客户端 好他就装这两个包 然后呢装上之后要配置嘛 对不对 配置就是通过shill这个模块 去写配置文件而已 就追加了一些配置 就告就告诉这些数据节点 我的master是谁对吧 我的元数据节点是谁 肯定访问数据都先找master 再去找找到mastermaster 说告诉你哪个你的数据在哪一个数据节点 你就直接去找他 相当于什么吗 相当于一个分派嘛 一个leader嘛 对吧 他就会提供两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是是固定的哈 第一个告诉他master 他就把master写到什么 mfs窗客的server里面 第二个就是什么 他提供了哪一个挂载目录嘛 给这个窗客来用 这个数据节点来用 哪一个就在这里面去写嘛 就把这个data目录这个挂载点呢 写进去就是斜杠的data这个目录写进去 仅此而已两条命令 中间用什么 记住这里哈 这里很重要哈 在share的这个模块里面 要用任务的时候 他是通过分号来分隔不同的任务的 否则你就要写多个任务 那在同一个任务里面 你就可以什么分号的分隔 就执行了不同的命令嘛 对不对 第一个是配置他的master的这个配置文件 再加上去配置了数据挂载点的配置文件 OK完了 然后呢要改变一个owner嘛 因为你装了moussefs你就要把他的那个挂载点的 所有者是吧 你就组的所有者改成什么 改成moussefs冒号moussefs 这是Linux的ChangeOwner是吧 -r是递规的意思是吧 这样子的好 这一来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亚母文件配置好了什么 我们分布置文件系统的计算节点 也叫存储节点 好讲完 我不明白的可以反复听我这个视频 然后呢看一下master节点 那master节点呢是什么什么意思呢 他也是一个道理 他也调用了这个变量看到没有 调用了这个变量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任务上一个data的任务里面 已经把什么 我们把每个节点的什么 这个亚母文件都装好了 包括master节点也是计算节点 他是角色叠加的 那同样的道理他会去做什么 他会去安装master是不是 那后面的一堆你可以不管 是他一些web管理 web管理的 基于cgi的web管理的一些东西 好然后呢 也会装这个什么client端 他也要挂在自己嘛 自己要去挂 ok 好 第二个是配置master 他配置mastermaster说 哎我要允许哪一个网段来访问我 对不对 那我不要把网络这个变量传递 给这个配置文件 直接写到这个吗 master的配置文件只有一个 叫做masterexports cfg 就写进去就行了 就把这行写进去 这个是一个linux命令很好看的哈 减号就是什么全部写进去嘛 是不是清空写进 好 master配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先起master就是启动服务了 通过share这个模块去启动服务 就start了 然后这一行是什么意思哈 echo-a 然后配置到什么rc.loc 就是开机启动 就是开机启动 我们linux开机的时候 自动会去首先去执行rc.loc 但是在红帽7里面或者生存式7里面 rc.loc这个文件呢 他本身是什么 他没有可执行的权限 那我们最后一行就要去把它什么 给他一个执行的权限在红帽6里面 rc.loc本身就是有x的权限 就是execute的权限 好这里没有话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用 这个任务里面的三段什么命令 以两个分号分开去把什么 去把master起起来好起起来之后呢 他还有继续还有任务 master起起来之后呢他会说句话 master起起来之后呢他就会去起第二个 就是第二个文件啊第二第二段啊就会去 同样的他会去起什么 会去起load的 记住哈他这个启动的顺序是什么 先起master原数据节点 再起data load数据节点 只有原数据节点掀起来了数据节点 他才能够互相识别 找到他的master 他们才进行才能进行数据的整合 和分布式存储的什么 创建 是吧 所以说关机的顺序是什么 是先关load的节点 就data load的节点 再关master开机是先开master再开load ok好 好这样一来呢就完成了整个 哦还有最后一段啊最后一个就是什么 开启客户端 那么你就要通过master这个变量去挂载 客户端这个变量对吧 这些都是变量引用看到没有 金家兔的变量的引用 然后888 然后本来把它写到什么 这样我们开机就可以自动挂载了 明白了吧 好整个建立下来呢 呃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当你在书写一个 嗯 playbook的一个脚本 压谋文件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很清晰你的什么 业务场景和业务应用的逻辑 你不能因为其实 playbook的压谋文件提供给你的只是什么 我们如果讲基础的语法 讲模块讲基本的 呃列清单配置它只是一些框框 空的一些框框条规一些语法 真正你要把这个应用好 是要你跟你根据你具体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个什么对吧 要去做一个容器容器容器是个概念嘛 你的容器是要跑hddp的呢 对吧 还是跑ngx的呢 对吧 还是跑storage grade的呢 他具体的任务是什么 你要明白他具体的这个业务逻辑 你把这个业务逻辑写到表达到你的 压门里面 压门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很规范的表达 他有他规定的什么 他就可以兼容很多的业务逻辑 兼容很多的什么业务场景 好你写进去 然后通过什么通过 安斯部对吧 写playbooks去执行这个亚马文件 好你就可以完成整个集群的部署 那前面我们这些前置信息的疏导 以及我们的这些介绍 大家明白了我要做什么了吧 我这一个实验比较复杂 我要通过什么playbooks 去建立一个什么分布置文件系统的集群 我需要他在五分钟之内搞定 以前呢我如果一个节点一个节点配合呢 第一容易出错 第二容易演化 节点多了我还受不了 对吧 好中文你明白我讲到了吧 明白 是吧 红薯有没有明白 大家有没有明白 不明白的随时问我 好 不明白可以看readme 你看readme说 你review了这两个是吧 安斯部他就第五第五和第六不是什么 就说你去 你去先他有顺序的哈 先去review这个read的亚门 就是你要去修改或者去看一下 对不对 对吧 给你的场景 比不匹配 那第五个步骤是什么 就是我要先去执行load 对吧 我再去进行master 最后 因为load要配数据节点的这些挂载啊 弄完了之后我才去配置master 那master就就最后你配置好了 数据数据有了你要起服务嘛 起服务都是在master这个亚门文件里面的 对吧 他先起的master服务 再起的load的服务 最后再起的什么 再起的clim端 他是三个角色嘛 master data load clim 对吧 好最后就是这样的 当然最后呢 他说你可以去执行什么 我还写了一个对吧 说你可以去执行一个1k 那1k我们看一下1k是怎么写的 1k 1k很简单 1k就说你把这两个的 一起执行了吧 就这个意思知道吧 1k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l-d -d 写刚下面有没有data这个目录 没有这个目录对吧 没有这个目录吧 我们有没有这个mfs这个目录 没有的对不对 我们每个节点都没有吧 都没有 ok 那我们怎么检查 中华我要一起检查怎么办 怎么办 哎他报了他说没有这个文件和目录嘛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个节点都检查一下 证明我们是空的嘛 对不对 对吧 好我现在执行我的任务没有 我都没有 我只是在检查我的配置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检查一下 那还要还要检查什么 你说我们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是吧 dv下面的vdb对吧 有的吧 每个节点都有这个盘吧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盘多大啊 直接再看一个节点就可以了 vdb 这个是不是500G 那我们每个盘每个每个机器都是一样的 每个机器都是一样的 哎这里回顾一下我们的知识点啊 如果我在这里输 刚刚这个命令可以吗 哎 不行不行不行 没有是不是 然后 红鼠为什么不行 那个卡曼命令不支持管道服务 顾德哈 你有去学有有去有去有去做哈 那该怎么做呢 见M 是不是 是有是吧 是有 哎对了对了对了 就是我们要去回溯 对吧 你看都有的吧 好 OK 这是原来的基础 所以说基础还是比较重要 但是基础是靠什么 是靠复杂的案例来综合应用来熟练的 我想说这个思路 我我我们继续哈 那现在干什么 1k 是不是 可以1k吗 好 我们在执行1k的时候 可能他过程比较久 那我们在做做另外一个命令叫 Screen是吧 Screen是我们的什么绘画保留吗 对吧 我们去到一个绘画保留里面去叫绘画保留和绘画共享 C星 Share和C星什么 啊 Kip 然后呢我们去做什么1k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来执行一下1k 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那种 playbook的一个一个部署的过程吗 那我们可以跳出来Ctrl A D 跳出来是吧 那我们可以退出去了是不是 这个问题我们再访问回来是不是 然后又进刚刚那个谁洗是吧 你看一进来了吧对不对 他在考文件吗 他在执行吧 通过什么现在他在通过什么考 通过我们的 什么那个那个什么Primico是吧Primico那个那个 压门的库你看他考好了吗 为什么第一个是ok后面两个是轻挤 因为本机他不用考了吗 他会去检查 这个考文件就比我们那个比较智能哈 在另一个是里面考文件是不是要提醒你 你copy之后cp之后他提醒你y是不是要不要覆盖是吧 如果你不加参数 人家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他就不用了你直接 他检查到你是吧他会上着我讲了吗 他检查到你的md5值对吧 你这个文件的md5没有变化是不是 或者是已经存在他就不考了 所以说其实 nswer里面有很多智能的 功能就是他是基于什么 基于变量基于程序流程 基于这些判断的是吧 他会去判断这个这个status 这个文件的状态目录的状态 以及他要不要考知道吧 好你看到这里啊 没有报错吧 你看ok都等于什么 都ok了吧 好显然有你看到这几行啊 这个这个ok了这里 就他执行完了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亚门就是那个load点亚门了 他又在执行master的亚门了 因为我把它写到同一个文件 为什么我不把它写在一起 因为方便我troubleshooting 这种代码块代码断的思想也很重要 你不要把什么东西写在一起 好 中华现在我怎么验证 你可以看一下 推出来啊 推出来啊 推出来我推出我的规划 我应该ansable吧 好吧 还是规范一点啊 减什么 ansable MFS是吧 或者load吧都行是吧 我load的MFS角色不一样嘛 这列清单的角色主机范围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 我在那里写的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load 我们来检查一下load load怎么检查 -a是吧 然后我要去看他的挂载点吧 挂载点怎么看 df-h是不是 然后一个什么 dator有没有是不是 是这样的吧 然后我要调一个share的模块是吧 对 这样我就一起检查了嘛 是这个意思吧 你看有没有 是有的吧 我们来检查有没有这个挂载点啊 先前都没有的吧 看到没有 1.5G聚合了三个硬盘的容量 来我们走一个啊 首先我们肯定会去检查这个端口 你看有没有 因一切都是应用嘛 应用都是端口嘛 对不对 比如说94 他是194开头的哈 你看 9421有了吧 你看 然后我们检查我们家 我们挂载点 最后一个是不是 是不是1.5T 然后我们里面写个文件哈 我们进去哈 MFS哈 他起一个是吧 XXX 不是 对对对 性能检测一个吧 滴滴一辅等于什么 DV0 是吧 二辅等于什么 XX是吧 Ds等于一兆写多少个 100个吧 500 写500兆 好吧 很快的哈 好 这个是虚拟机哈 然后他起 我们写一下 一个黎阳 到TEST好吧 TEST 好有这两个文件 我们到C04去看一下哈 有没有 有了吧 文件完全是一致的 对不对 你们要知道 在每个界点 访问同一个挂在点 挂上去的目录里边的东西 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 不像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你看到的东西很简单 他背后的东西 他有文件锁 他有分布式 或者他有MFS第三方集群 第三方外部存储 说着你 你直接去挂一个块设备上来 你写一下试一下 马上就会IOL 来 再来 有了吧 每个界点都有吧 好 这一个效果是什么 我们用 我们解释了一下哈 通过一个业务场景 我们要部署一个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慕斯FS 怎么做到通过什么playbooks 这种剧本的方式 对吧 这种剧本的方式 安瑟博剧本的方式 去调用亚姆文件 亚姆文件又直接什么主文件和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指文件之间的一个什么 互相调用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 知道吧 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场景 你们可以做一下为什么 这个东西 在这里啊 你们看一下这个慕斯FS多大啊 他只有1.2兆很小的 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么小 因为他是他的原理就是什么用户态和内核态 在Linux世界里一定会有用户态和内核态的 我们saf里边也有什么 cernor的model 有什么fuse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单词哈 fuse 这个fuse就是一个用户态的 他可以去挂着一个文件系统 通过用户态 也可以通过cernor 我们的那个luster 我们的高性能计算luster就是一个内核态的文件系统 原生的内核态的文件系统 他会有luster的cernor 在Linux里面跑 所以说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内核态 一个是用户态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哈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demo哈 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我把我这三个给点马上恢复快照哈 因为我是kvm虚拟化比较好弄哈 我都写了脚本 然后sshkvm 你看我kvm的虚拟机哈 我也做了一些定制化的命令 然后这有这么多是吧 我把c03c04干掉是吧 stopc03c04 c05 然后恢复一下 c03快照 c04 c05 起起来 c04 我就不写佛寻完了哈 这没几个 好 好 你让起起来了哈 ssh 他要等一会儿哈 他等一会儿 我要去给他添加一个新生关系哈 到c03 这是新的机器了嘛 好 到此为止大家有没有问题 现在可以讨论呢 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吧 来 红主讲一下今天我们做了什么 目的是什么 对吧 通过什么来做的 大致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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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结构是怎么样的 呃 就是 通过ansvall的那个 呃 playbook 然后做了做了一个那个mufs的一个分布式 最小的分布式存储 呃 应该说是他安装文件最小 其实他不小 嗯 我们测试过哈 在生产环境也测试过 他可以跑到 我考 我考过 2T的数据进去 可以跑到在万兆网络里面 一直保持550兆 550兆的这个 m大币的数率 已经很强了是吧 但他的问题是什么 master节点 他是单点 你可以通过什么 kpop力5 来做到他的什么 呃 ha 高可用 是吧 但是他很小 因为他的部署小 他的文件很小 他是基于用户态的是吧 呃 大家其实这种小实验呢 其实他很完整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他让你对整个什么 ansvall的复杂应用 是不是 呃复杂的这个这个 playbook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有金价的变量 对吧 有循环巴拉巴拉 有一堆是不是 好这个起起来 我我我我做一下啊 你看我恢复快照之后啥都没有了 看到没有 哎有没有ansvall 我有了是不是 是吧 挂着点有没有都没有了 这就是快照哈 快照是对虚拟状态的一种什么 基于时间点的一个什么 保存以及可以什么备份恢复 好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做 呃 我们下一个东西哈 ftp到我们做第二个实验呢 二零点八 这是od 这是od sorry 我们来部署save哈 部署save的话是需要什么呢 我先把save的我做好的东西烤下来哈 并好我想这样来来做ftp哈 gat一下save 这一个包差不多300多兆吧 我把它当下来哈 从我的ftp上面很快哈六秒钟 当下来 好我把它解压哈 好这样吧这样吧 这样吧这样吧 好我我我把它解压一下哈 好这边我 我回到我的我的git hub 我讲一下亚门哈 讲一下save 这些我都有哈 除了安装文件 我就其实都有放在上面哈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readme哈 其实一样的哈 前面也是安装ansibo 对不对 巴拉巴拉巴拉的一些东西 好来我们装一下ansibo 一般是装在哪里的管理节点哈 其他不用装哈 其实你看哈 其实ansibo也好 他都是基于管理节点的 对其他的计算节点 就是这些任务节点哈 或者是说他的部署对象节点 其实没有任何操作的哈 都是蛮简单的 这就是统一管理自动化运维的一个思想 好我们来部署第二个复杂的应用啊 就是什么save save的什么cluster 怎么去做到 好那我们这些部署呢 我们做到一个save的gateway save的ridosgateway save的ridosgatewa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save的对象存 对象存储 我们会用到save的对象存储 以结合我们下周要去 或者是下午或者下周 或者去分享的一个什么 对象存储的学习总结 基础的哈 从安装配置到他的bucket 到他的这些object 以及python怎么跟他做一些小小的操作啊 当然我也是在学习当中哈 很基础的初学者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喜欢去把这些东西去练去分享 我相信他在学习交流当中 大家会有更多的什么收获 好按照不装好了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rad me 那rad me说 那我们还是要配什么 还是要配什么 中文现在要配什么 清单 然后还有主机的 不是清单 最重要的是先去管理界人后市场 还没到清单那一步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就配到里面清单嘛 没有 KGIN都没配 然后copy 是不是 是不是 C03自己要有吧 我都是一边demo 一边training的 这样清晰一点 然后怎么 验证是吧 没几分钟的事 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了 然后配清单 是不是 你看清单变了吧 变成save children了 是不是 这清单很好看懂 上周我讲过 VIETC下面的什么 Answer 搞定 好 怎么来看这些清单 有没有配好 有个命令 Answer 什么 比如说save 是吧 剪剪list 就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你看看到了是不是 这就是看你的那个清单文件 有没有生效 有没有配错 知道吧 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monitor节点 是不是 还有什么OSD节点 是吧 那好OK 我们检查一下monitor节点是谁啊 通过我们角色的定义 其实角色的定义 就在怎么列清单里面定义了 对不对 你看 monitor节点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OSD节点 sorry 对吧 那我简单讲一下save的结构 save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有多重集群叠加的一个集群 首先他要有一个monitor节点的集群 一般monitor节点是三节点的 你们记住分布式存储 都是以基数三以上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节点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存储 空置器那种 HA的典型的存储 就是两空 双控的吧 他都是通过什么 双控的仲裁有个问题 就是50%对50% 他都有一个存储写标签 和存储 比如说用谢佛啊 或者用磁盘来做仲裁 知道吧 第三方仲裁 因为他有第三方的柜子 你第三方的存储写标签的机制吧 包括vimmer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他就不存在一个什么 老猎的问题 老猎就是说什么 呃我的仲裁数 比如说一半一半 一半对一半对吧 所以你看看股份公司 都是51%的控股 你没有看到50%对50%的 没有吧 这叫仲裁的机制 那如果分布式存储 他就没有什么共享存储吗 他都是用节点的硬盘 或者是节点的那些 grade的VD来做的 所以说呢 他就存在一个什么呃 存在一个仲裁老猎的问题 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啊 他就用了什么 技术仲裁的这一个机制 一般都是35对吧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SAFE 呃的那个SAFE 培训里面也讲的是三节点吗 五节点吗 根据你集群的规模 他这个监控节点是什么 就是他的原数据节点 原数据节点 我们的MOOSFS原数据只有一个节点 那个节点挂了数据都不可以访问 所以说你要做到高可用 他原生是不提供高可用的知道吧 你可以通过kipellib来实现我讲过 那SAFE是通过什么呢 SAFE是通过Monitor集群 就是我的原数据节点集群来做的 那原数据节点集群有多少个呢 他也是三个 那可以把原数据节点和OSD集成在一起 就是两个角色叠加在同一个主机节点吧 对吧 好这个时候呢 问题就来了哈 就是说什么是OSD呢 OSD呢是全称就是存储设备 就是对象存储设备 就是object storage device 好这个就是提供什么 就像我们刚刚做的MFS提供那个什么 提供块设备的 提供裸设备的 对吧 节点数据节点的 所以说OSD节点呢 他又是另外一个集群 他是通过Monitor节点来管理的 知道吧 是这样的 他是另外一个角色哈 应该说是角色 他是基于OSD这个进程来做的 你知道角色吗 跟进程呢功能呢 都是麦平在一起的嘛 其实是一个意思的 几个表现呢 好 然后呢有OSD的集群 然后呢有Monitor的集群 有了这两个东西之后呢 还有个MGR MGR是什么 MGR是一个web管理 就是他会去一个manager 就是提供一个web的仪表盘 叫dashboard 去去监控我们的这个 通过客户肉眼去监控吧 可以看得到一个一个呈现的一个仪表盘 dashboard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去做 叫做ridosgirray ridosgirray是什么 就是一种对象存储的角色 本身saf也是一种对象存储 但是他的这个对象存储 是一种私有的对象 跟我们s3的这个标准的结口哈 s3是什么 是亚马逊的 Simple Storage Service 是3s嘛 就是简单服务存储 简单存储服务 这个这个这个名字 其实他是一个结口标准嘛 实实际上是我们对象存储的一个什么事实上的规范 是吧 他就是saf的对象 跟这个规范是不能对直接对接的 他要通过什么 通过一个gateway 这个gateway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s3的gateway 这个gateway是通过什么来做的 是通过我们部署saf里面的一个角色 叫做ridos这个这个单词啊 我写一下 ridosgateway 是通过这个一个角色来来来做造的 好讲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对saf有个大致的轮廓了哈 然后呢我还说一点哈 saf呢可以通过二进制包 就是rpm包来部署 但很麻烦啊 也可以通过什么容器来部署 我们这个YAM文件是通过容器来部署saf的哈 我们看一下 容器部署saf之后有个很大的特点 容器只有一个 那不同的角色就是说错了哈 镜像只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 哪一个是他的镜像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oh sorry他还没出来哈 还没出来 我们把这个红色的三角已经减压了嘛 就这一堆 他没出来他在这个saf的踏包里面 待会就会有啊 好他他来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还是读一下这个redme 首先要运动这个环境变量是不是 看一下环境变量哈 再扯一下vp啊 还还是有一个什么 哎还是那些标签标签 还是那些变量嘛 比如说monitor节点的什么 第一个monitor节点的ip就是143咯 就是我本机 然后他网络20网段是吧 他用哪个盘 对吧osd的名字叫什么 这个进程的名字叫vdb 他用的那个设备叫什么 第一位下面的vdb 我们还是用这个vdb 对不对 这个pg是什么呢 pg是saf里面动态的 叫做放置组 放置组 叫placement group 就是他会去动态就放置这些配 配给就是他的那个四兆 或者两兆的数据块知道吧 这个学过存储的都知道哈 他被切片嘛 切片之后他这个数据块 会放到很多主机 osd节点上面去 他会动态的去分布知道吧 达到这个这个存储数据块了什么 load balance知道吧 还有他的动态变化更新update这些东西 所以说pg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说pg有个算法 你有多少个osd有多少个pg 他都是逻辑的概念哈 osd是物理的 那pg是什么是逻辑的 说你一个数据一个数据来了之后 一个一个file 来了之后呢比较100g 他会被切成一 比如两兆两兆的块 就是object 这个object是私有的哈 是safe私有的 然后呢他会把这些两兆的块比较一万个 平均的分布到什么三个节点 那他给他一个pg pg有点像什么 我们的有点像 在普尔的下一层 他这个有点有点动态有点复杂 有时候我们可以去探讨一下safe 有空再说吧 这个东西都是今天的重点 好 然后呢 你看 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我要设置的变量哈 我当然我会在亚门里去引用它 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还是看一下漏的哈 漏的这个这个文件 哎你看这个漏的写的很简单很粗暴了哈 其实他就 哎 哎 视频你看出这个漏的这个亚门的作用的什么什么意思吧 我看看啊 很简略嘛 就外挂了一个那个Val的一个Yaml 编列文件对不对 对的 第一个有引用了编列文件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 去包含 包含了一堆task的文件嘛 是不是 嗯对的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这个task的文件吧 你看我的套路很简单 是不是 看套路看语法看规则就可以了 稍等啊 不好意思 哎呀一个 你看了没有 啊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他说哎我我干嘛呢 我在每个节点上去什么 通过share这个model去装装Docker 对不对 装Docker我把它提起来 是吧 开启启动嘛 对吧 elabor start 第二个任务是什么 把拷贝镜像咯 我有一个safe的镜像是不是 我把他拷贝过去 考到每个节点的时候加目录 对吧 root的加目录 第三个任务干嘛 好我考过去了之后呢 我先改变我的什么 执行目录到物质去把这个解压 解压之后呢 把Docker的这个镜像导进导进 把这个镜像导到Docker里面去 是不是 这个镜像只有一个 在每个节点导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先执行一下他好不好 我们还知道scree里面好吧 因为他比较久嘛 是吧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Answer去执行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刚刚叫什么叫load是吧 好我们执行之前这样子 稍等一下 不止一下 我们看有没有Docker 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还是前后验证 有没有Docker 有没有Docker啥都没有 对不对 没有那个镜像文件吧 好来执行一下 呃 巴拉巴拉 走 这是第一个我就分分段执行哈 我也可以把这几个写在一起嘛 one key是不是也可以的哈 我分段执行哈 我跳出来啊 我们继续讲啊 等他执行嘛 对不对 等他自己执行 不管他了哈 然后呢 呃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文件哈 这就是一步 monitor 我们看一下monitor monitor 讲什么哈 哎 monitor说哎 我也我也去调那个编定文件是吧 然后呢 哎 这里有点有点有点小意思了哈 他说我要去部署一个monitor的 呃 部署monitor的一个folder 是吧 这个就是什么 亚门的监控集群的 配置文件的两个folder 在每个节点上都有 那我要在每个节点 创建两个folder 我用file这个命令 这个模块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不能同行同时 在一个任务里面创两个folder嘛 那我就写了一个什么 写了个变量 对不对 这个itom 在我的变量文件里面没有的 这个itom是一个什么 就像一个for循环 你定义一个for i in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那个i in是当临时变量嘛 对不对 这个临时变量会去取它的值是什么 这个itom去取位置 itom使里面的值 就是这两个值咯 两个减号对吧 这两个就是它的什么 第一次执行这个任务取取etc safe 第二次取var label safe 这两个目录就创建了知道吧 给它的权限集五 这个任务就是创建两个目录 在一个任务里面 ok好每个节点的创就是有了safe监控 监控集群的数据目录 对吧 配置目录应该叫配置目录 那第二个呢就是部署了哈 你看这个这个命令哈 这个命令就是部署了什么 部署了一个呃 部署了一个什么监控节点 对吧 怎么部署的很简单 Docker1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原生的Docker命令 原生的Docker命令 原生的Docker命令 原生Docker命令去执行 执行的时候 这最后一个safe demon是什么 是这个金箱的名字 最后加了一个mon 是什么 是角色的名字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 其他前面的就是跟Docker标准的 基础Docker的命令 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简地后台运行 简列的网络简列名字 restar开机启动 然后简两个飞 给它一个什么 宿主机到Docker的一个挂载 券的挂载 对吧 以及什么 简易是什么 environment环境变量 给它一些环境变量 说我们的safe的网络是什么 我们的网络是public的网络 对不对 然后这个镜像的名字 最后这个最关键 是它这个镜像所生成的容器的角色 它担当的角色是监控 那反过来它如果是什么 是OSD 它就是数据镜像 数据容器 它是这么来做的 所以说这一个用变量参数 来定义角色的这个手法 用Docker容器是很高级的 我觉得 好来这个我讲讲了 我们继续看这个这个东西 好 然后呢这个任务是什么 就是部署这个什么 MGR是什么 我们的web管理 我们先放在这里 是不是放在这里 好 这一个就是部署好了什么 master master节点 记住啊 safe的部署不像我们MPX 先部署low的节点 他是先部署master的 对吧 因为他没有监控节点 他那些OSD是找不到什么 通信的leader的 好 我们退来 看一下那个任务执行的怎么样 執行完了是不是 好执行完了 我们看一下 执行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有什么 你看有这个镜像了吧 我们Docker image有没有 有了吧 来怎么看中文 你是每个节点都要看吗 yes 我再看是吧 我可以你管 yes 其实这个就小本了 我1K执行5分钟 我就会搞定一个safe集群 你看每个节点是不是都有了 都装了多个了 假设我这个集群有50个节点 或者是说我不说50个吧 10个你要手工配要累死知道吧 因为我这个东西就很轻松了 是不是 这个要感谢裴伟老师哈 他跟我讲了ansable playbook 他提醒了我 启发了我 那我就自己操了一下 我把它结合具体的以前学过的应用 麦品起来操了一下是吧 这个很重要啊 重点是要折腾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有了第一个任务执行完了吧 有了有没有有没有容器呢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容器 没有容器 是不是 安装了Docker 导入了镜像 在每个节点都有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是不是要执行monitor了 是这个吧 严格按照我的wait and meet 什么step 是不是 那我现在部署的monitor 只有一个节点 monitor啊 只有一个节点 你看我第七部是什么 extended 你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个monitor extended 是吧 哎我们看一下啊 有没有啊 没有报错是不是 你看有了吧 不不这里一部部署了一个monitor节点 是不是怎么看他的名字 这个容器的名字看得到吧 你看我我把这个拉长一点啊 有了吧 这里mgr一个容器monitor一个容器 这边要感谢两个东西啊 第一个是亚本的快速多节点跨节点部署 第二个是什么 通通过容器部署save 是非常快的容器这个技术 我一直在强调他 就是他是通过什么 封装了 操作系统和应用 共享了内核 然后呢 继承的镜像 是这么一个原理 所以说他的效率非常高 知道吧 他是把什么都打包了 还有什么封装 和什么继承的思想在里面 好 第一个monitor节点部署好了 我要去 扩展第二个monitor节点 我们看一下哈 看一下这个扩展monitor节点 是是怎么怎么做的哈 他说什么呢 哎他还是引用了变量是不是 他又有个task 是吧 这个task的时候呢 他就要把第一个节点的什么 配置文件 已经配置好了嘛 同步到什么 同步到你看这里哈 给你们框一下这里 同步到每个节点 哪个节点 就是monitor2 这个monitor2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剩下的两个节点 就是C04和C05 我建议的C04和C05的主机标签 叫列清单标签 他会把这个这个已经配置好的 safe的这些这些配置文件呢 全部考过去 两次哈 第一个是考一个目录 第二次考另外一个目录 考到不同的 这个是死的哈 这个是固定的 说服要求的呃配置文件的目录 快弄弄弄弄弄了之后呢 你就在剩下的这两个节点去起什么 起monitor节点 明白了吧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哈 可以看一下安斯伯 安斯伯减什么 减安斯伯 monitor嘛 这这两个嘛 是吧 看看看一下他的这个 你看到没有C04和C05吧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到C04和C05去看一下 减A去执行一下 安斯伯的命令 手工检查一下哈 有没有Docker 你看这里边有没有中文 你看到有没有 没有吧 没有没有 他根本就没有 是吧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好 既然他没有我们就去执行一下哈 这个空空老是跳跳出来 算了一下 算了一下 好 然后我们我们就把它执行一下哈 对吧 好这就是我们在扩展我们的monitor monitor有个特点哈 你一定要先有一个组节点 然后呢 你才能扩展 一般呢 是我们扩展到三个或者五个 五个呢 就是大规模集群 三个呢 就是中小规模的safe集群就可以了 这只是原数据节点而已哈 好 我现在讲解讲解了safe和mfs大体架构和业务逻辑 然后呢我们又通过什么我们的呃 我们的playbook的亚门文件来来部署哈 我讲了这个亚门文件 其实还是 我还是很很强调一个东西啊 就是通过案例 通过时间来学习 不空洞 还有什么成就感 这个小小的成就感哈 就是你要实现嘛 其实我这里多说几句哈 我们学习为什么有时候走不下去 因为你学了一堆语法 学了一堆的文档 哇一堆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吧 但你不知道怎么用 你就为什么 事隔两月之后你全部忘掉 哎 中文你有这个概念吧 对对对对对 你最早给我最早我记得很很很久以前 你在学Saver的时候 我给你培训Linux 后来你用不上半年之后问你 你连LS好像都搞不清楚是不是 但后来你又应用了嘛对不对 叫做呃Question Driver 是吧问题驱动 要要要application要去应用是不是 那有了应用之后apply之后呢 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有敌放肆 就就慢慢加深嘛 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天天去去写那些python的小案例 去实现一些小功能 就是要把这些学的不要荒废掉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学 最后我不用 我在浪费时间 是吧 我在不尊重我的老师 就这个意思知道吧 我是想表达一种思想 怎么去用很重要坚持 好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再看一下啊 那你能够哎你看是不是 后面两个节点有了吧 都有个monitor了吧 看到没有啊 没问题啊 没毛病 那我们现在部署一个OS的 OS的节点 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af 部署好了没有怎么看 我们通过容器去看是怎么做的 exec去执行这个这个monitor 这个saf-s嘛 是不是 这是容器版的就要这样做了啊 去执行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他的hase是状态是hase ok的 然后呢 他有多少个monitor节点 三个c03 c04 c05 ok 他mgr已经执行了 这不是mgr就是web的管理节点 已经有了 但是没配置是吧 osd有没有 0 0 0 对吧 0个osd 0个up 0个in up是什么 状态要up in是什么 可以写入数据 知道吧 然后osd是什么 osd的数量 这三个要会看法 什么意思 还有typepool有没有 没有 没有pool 也就是说我现在只有一个空的什么 原数据集群嘛 对吧 其他有没有没有 没有 然后我们看一下osd来怎么写的 osd怎么写的 一个一个来哈 时间还是很充足的 我控制了一下 osd osd很简单 也是引用变量 然后呢 不说osd节点吗 但是我现在的标签是什么 我的列清单标签是osd了 osd的三个节点都做 我讲一下这个命令 还是dokr的什么dokr1d 后台进行运行一个dokr 这个是linux的命令哈 重点在这里哈 osd force zup 什么意思呢 forcezup就是说 我在做这个osd的时候 我把这个osd的 磁盘清空一次 知道吧 清空一次 否则有可能osd不能up 知道吧 然后简易呢 是什么 简易是给他的一些参数 到这个容器 容器里边去 给了一个参数是吧 我的osd的device是什么 斜-dvdb嘛 我用了什么金价变量是吧 然后呢 我的类型啊osd类型啊 osd类型是disk哈 嗯也可以是folder 如果是folder的话就是 就是safe的存储引擎 它有两种哈 第一种是file store 第二种是blu store file store是基于什么 是基于操作系统本机的挂载点的文件夹的 那个文件夹本身挂载了什么 块设备对吧 呃如果type是disk呢 就是blu store 就是可以直接操作裸设备 你可以不先格式化它 我这里用的是什么 类型式disk 也就是我们用的safe的存储引擎 blu store 对吧 因为你看这一条参数 减一嘛osd blu store一嘛 就是一就是就是 就是 0就是fors 用我们python的 对吧 好然后呢 哪个镜像还是一个镜像 对不对 然后哪个角色 osd这个角色 就这个意思看懂了吧 我有讲讲清楚啊 那个角色再讲一下吧 那个osd这个角色 ok 最后最后那个 我们镜像 我我刚刚讲了嘛 其实角色至少有 有几种吧 对不对 比如说monitor osd 对不对 然后 redus gateway 就是说 这些角色是不同的功能 osd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我们mosfs里边的那个trunk saver 数据节点 就有一点相当于什么 你这么理解哈 你前几天不是学了那个storage grade吗 我类比一下 他就相当于storage grade里边的什么呢 sn storage load 这样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 他通过这个osd的这个角色标签 告诉你 我现在起的这个容器 他就是干数据读写这个活儿 他跟磁盘打交道 提供给save提供什么 对象存储 这个对象存储是私有的 不是s3的公有的 这里要搞清楚 好吧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条那个shell这条命令的最后 最后那个那个角色osd这个 他这个是引用的 还是就我看他是直接一个shell的一个模块吗 那应该就是 多可自带的这个东西吗 是这样的哈 我告诉你 你这样你这理解是很好的 但是不对 我告诉你是什么 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情绪 我把它讲清楚 save demon是一个镜像 在制作这个镜像的时候 他就封装了不同的参数 他告诉你你给这个镜像不同的参数 当你是多可望这个镜像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角色 听懂了吧 哦明白了 他不是多可本身 多可本身不管这个事情 对吧 举个例子 你你告诉我亚门的一堆语法 最后呢 我要把亚门去定义某个角色的时候 是不是要根据我的业务场景来来做 我的业务场景是创建个hddps呢 还是创建个ngx呢 对吧 还是创建个mosfs 那是根据 那是mos本身的问题 那也是是吧 apachi或者ngx本身的问题 对吧 跟你亚门ansupport有毛关系 没有嘛 他只是个工具 对不对 你拿狼头去干事情 对吧 和你拿一个什么什么鸡毛胆子干事情 都是打劫 工具不一样 效果肯定不一样 威慑力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刚才起的是mon 这个功能 对吧 然后这次起的是osd这个功能 应该叫角色 角色 角色 角色很重要 那我明白了 对对对对 你把它对照我们 storage grid 来理解就可以了 知道吧 因为分布是存储嘛 都有不同的角色嘛 gateway 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 巴拉巴拉的这些 是吧 这个 admin 部署节点 你看我们那个那个 untable select里面 不是有一个deploy的角色吗 对不对 deploy节点是吧 一个虚机嘛 这个就是相当于起了一个sturge node 一样差不多的 good 但他比较比 其实我跟你说 那个sturge code也是这样的 他里面也是只是他封锁了 你看不到 人家这里给你开出来了 开源开源就是给你看嘛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是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一个节点的一个一个docker而已 对 这一个container应该叫做 严格的说对吧 就像起了一个sql一样的嘛 把航空灭量怎么都弄进去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他就起了一个container 这个container的角色就是osd 就这个意思 但是他是通过同一个形象来做的 对吧 你看你看你看 你想想一个问题哈 这里有个思想问题 我觉得哈sg里面就就就就 就有点问题了 他为什么这么大三个g 对吧 他是不是有很多个img 那不同的img是不同的角色吧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时间 你导入的时候啊 是不是有不同的img admin的img load的img 别的位的img 你看人家这个做的多好 一个img给你不同参数 就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不同的角色一样的功能 他这个思想上就比较高级一点 我觉得 但我不说不好 我们不谈好坏好 我们只谈技术 你想想我一个img 不同的参数有不同的角色 我有五个img 你肯定占容量嘛 吃空间嘛 对不对 那你同一个img 的话这个就就比较好了 知道吧 我觉得从效率上说 至少从效率上说 从这个灵活性上说 就比较好了 他只有一个img 你看一下 我部署来部署去这么多 这么多角色哈 你看是不是都只有一个金箱在里面 就这700兆随便搞多少个 你看 有很多很多容器吧 但是这几个容器都基于他的 都继承他的 这样省空间省资源吧 对吧 还不算快 对吧 好来 来来来继续哈 刚刚搞到哪里了 搞到 搞到 搞到搞到 搞到monitor了是不是 搞到monitor了 我们看一下啊 对吧 我们将来检查了一下是吧 检查了一下这个 是吧 收了一下这个 那我们呢 搞osd osd osd讲完了 我们就开始部署他 但是现在你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就是 你没有办法直接通过命令来做 你比如safe-f 没有的是吧 safe-s没有的 是不是 我只能通过容器去执行 相当于我要跳到容器里边之后 我才能执行这些东西 明白了吧 我没有办法直接这样执行 现在是不方便的 我待会再解决这个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你是通过那个来解决的 来看一下 我现在改成osd 好吧 走 好 呃 我们现在就开始部署osd 那部署osd 结点 相当于我们就有了 相当于sd里面的sn节点吧 对不对 哇操这么快 你看有了吧 哎我问你们为什么这么快 他没有隔盘吧 嘿嘿嘿 没有隔盘 好问题 这是一个点 对 非常好的回答哈 他确实没有隔盘 对吧 呃还有没有啊 你看每个节点都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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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第一个节点多了一个mgr mgr是web的 只需要一个就可以了 每个节点都有吧 一个是没有隔盘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原因 神剑中文还没有原因 他说没有隔盘 还没有其他原因 你看三个osd板 有一个引起来了 是不是 看一下啊 三个都起来了 看到没有 很成功啊 你看到没有 三个osd 三个up 三个印 我告诉你还有个原因 一个是没有隔盘 因为他使用的裸盘 他没有隔盘也没有挂载 对不对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他是基于一个金箱的容器 容器跑的产生好快 是不是 我我金箱都好了 是不是 我产生几个容器 那不是秒级启动吗 这个方法通过容器来通过容器 加亚门来补处说服 是我目前实现最快的方法 知道吧 好 有了吧 你看他的重量1.5G有了吧 OK 这里就有高口用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监控节点是三个 你随便当一个监控节点 是没问题的 但看你的副本机制 副本机制三 可以当两个 副本机制二 可以当一个 对吧 好 现在有没有铺文呢 有没有这些 那我要用safe 原生的这个命令 怎么用呢 也没有办法 我要去装一下 屏幕的safe的安装包 我也用亚门来装吧 秘密克是什么东西啊 我讲一下秘密克 秘密克是safe11的一个版本的一个命名 知道吧 13不是11 1313.2好像就叫秘密克 13.2.4这个不重要 就是他的名字而已 就像我们叫safe 叫sintos叫红帽 其实他都lilux 来走一个 好这个时候我在每个节点去安装 safe-command 就是让系统本身支持safe 我就不用去容器里面去弄了 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命令 就是safe的客户端命令 就这个意思 好 他巴拉巴拉去做这些事情了 然后我们做到这里之后 我们今天不讲safefs 我这里他在装我多说几句 safe是这样的 safe兼具三种存储的功能 第一个是什么 sint就是我们的block 第二个sintos就是我们的last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riders gateway 就是我们的s3 我们的object storage 对象存储的功能 他三者皆有之即是开源的 所以说我们的lilux联想的 不是也也自己定制自己的safe 一体机吗 对不对 safe的这个叫什么 用谭老师的话讲 叫applens 是吧 这个我发音发的不转 就是这个硬件设备一体化的东西 是吧 好有了 -v你看现在有了吧 saf-s就好用多了是不是 一分钟搞定他看到没有 有了吧 saf osd saf osd ls 我有pull吗 现在是不是saf df 真的好用多了 saf的客户端命令 你看到没有 1.5t 现在没有吗 是不是好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 riders 是不是做一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我们现在就做对象存储 我们就现在学对象存储 其他的sfs和rbd 我们不讲 你看rbdls没有 rbd是他的块设备 因为你没有去建rbd的这个 这个pool 他就会报错 ok 我们只做对象存储 今天做个demo 来看一下 我们对象存储 我们看怎么写的 riders gadeway 很简单的 一个任务就是你跑个容器 最后你跟他定义的角色是哪里 其他都一样 配置转件的目录都一样 他会去找到这个sf集群 就是这个rgw 就是一个对象存储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弄 怎么弄 你们觉得怎么弄 视频现在知道怎么弄了吧 知道就playbook 然后那个嘛 执行这个压谋 就这么轻松 看到没有 5秒钟 你看 但他只跑了一个gadeway 是不是 好有了 Dockerbs 是吧 有了吧 你看 这叫什么 rg 是不是 rg 然后呢 这是一个对象存储 他提供了s3的标准接口 啊 那我们要怎么访问他呢 好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个访问是公用的 你学会了他 你也知道怎么去访问我们的sg上面的 这个东西啊 你要用吗 你看我怎么用他 大家讲一下 嗯 这里有一个叫做 嗯 怎么说呢 嗯 这样吧 我们不这样做好 其实这样做也可以 我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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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te的minio点他这个minio是什么 没有啊 没有啊 先不管了啊 在这里 这里没有放到哪里去了 我放到网上了 无所谓啊 我们我们自己直接过来 不影响我们的进度 好我们就装一个东西 装一个东西啊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 叫S3CMD S3CMD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你们用的那个S3Browser一样 对吧S3Browser是Windows下面用嘛 对吧 他有一定的限制S3CMD S3这个我们讲一下这个S3哈 因为我们在这上面部署了一个这个嘛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S3的文档 简单的五分钟过一下哈 因为几期价格都有了嘛 这S3是什么呢 就是说哎我去装一个S3 这个是亚米云自带的 然后呢 我要给他配配置一个什么 S3的脚本是吧 配置一个巴拉巴拉的脚本是吧 嗯 嗯 等一下啊 我们的对象存储是不是都要有一些呃元素 就Connection的时候我们去连接对象存储的时候 要有AK和SK是吧 就访问K和安全K嘛 然后还要有一个呃 N的N的什么叫N的破音者是吧 就是我们的N的破音的就是我们一个链接嘛 叫做URL是不是 我们讲了哎对这里还提一句啊URL URN是吧 他老师讲过URL是什么URL是这个 对象存储的N的破音的链接对吧 Link他的一个唯一的链接 呃URN是什么URN是这个对象存储里面的BUCKET的什么 BUCKET的位置对吧 BUCKET的位置 所以说你要知道要有N的破音者要有BUCKET 你才能够访问嘛 是吧 那我显然我现在这个东西里面好像没有啊 那我们先要先要就跟我们的对象存储先先 先配置一下 先配置一下 先配置一下我们的对象存储还有时间啊 我们的速度快一点 在这里啊 这个是safe的一个对象存储的配置哈 其实跟我们的StorageGrid里面的那个租户啊 这些是一个意思哈我们的对象存储 技术其实有很多公共的为什么我喜欢学开源的技术 因为他有了公共的原理 掌握到这原理你可以注入去旁东 其实一个意思 接口都是标准的 来这里啊 我们要创建一个用户嘛对不对 我创建一个租户是吧 你有了对象存储都要从租户嘛 这个命令什么叫做RIDOS Citway Admin User Creator 然后给他一个什么安全可以是吧 然后巴拉巴拉 用户名字 UserID 显示名字是吧 这是固定的格式 我们走一个哈 到RIDOS是吧 RIDOS Grid 叫做User List 你看我就创建那个是吧 然后我要看他的详细信息 我看不到我的那个了吗 User Info 是不是 Info什么 UID等于User01 看到没有这上面最重要的这两个 看到没有 访问可以 我把他安全可以是一二十五六七八了 我就把这个复制下来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就这个 好我要怎么做呢 我要去建8K是不是 我要去做这些东西 所以说首先一个对象存储 我屡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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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 一个对象存储肯定要有租户 要有8K你才能访问吧 没有租户 没有8K 其实8K8K可以不有吗 你你连接上去你可以自己借吗 对不对 那实际上我要有个客户端去连他 是吧 那我首先要有他的什么 要有他的配置 要有他的end point 要有他的AK和SK 三个东西 那我来怎么做呢 OK 我现在有了有了租户了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很快的 我们要去 我们就到那个S3的 我们都要通过S3的command去连接他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要有配置文件 是不是 我们要去搞定这个配置文件 是这个格式的看到没有 这个格式的 我们复制一下 我待会再讲一下这个格式是啥意思 VI点 S3 这是A3的客户端嘛是不是 CFG 没有的 这样一个进来是吧 然后呢 把这一个你们学过对象存储的 这个应该不难理解 这个是要什么 把我的访问K 我的这个 这个加到我的客户端里面去是吧 就像你们在S3的blog里面 你要先创个住户吧 先创什么什么 HTDP 7788的东西是不是 就是underpoint AKSK 这三个东西要创嘛 要勾选那个SSL 是不是 要有可能要在S3里面 delable我们的HTDP 有8084 8082端口 对吧 所以我们都学过嘛 OK 然后 我们这个Safe的对象的端口是7080 7080 我这一台的 这一台的主机就是143 好 我们把这个烤进去是吧 好 有了这个 中文现在我有了什么 告诉我 现在有了那个住户 完整的说 是我有了S3 对象存储客户端命令S3 CMD的什么配置文件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我配了住户的访问 的AKSK和什么 underpoint 是不是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就可以通过S3 是不是 CMD是吧 LS去看哦 一看就没有什么bucket 是不是 没有bucket 那我没有bucket 我就没有法玩 是不是 我创建一个bucket makebucket 说起来叫mb 叫makebucket 记住哈 makebucket什么 我们看一下 makebucket什么 你要给S3的协议冒号 斜杠 他是这个语法 比如写个D001吧 就写个 可以吗 你看bucket的create 是不是002 我现在敲到命令哈 在我们 在我们的SG上同样有用哈 在我们SG grid 就是你把SG的那个什么 租户的信息填到这个点什么 他的配置文件S3CFG里面一样的一样的 同用的S3的接口 OK 好 然后呢 S3LS看一下 有了吧 有了吧 我可以上传文件吗 可以的哈 怎么上传文件啊 看一下 我现在要上传一个文件 是不是 标准的就是put git 因为我们知道对象存储嘛 都是putgit 他是基于什么 wrest4 他的wrest4的这种无状态的文件拷贝 他都是什么git put 是吧 诸如此类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走一下 我们就是有这么多文件 是不是 我们干一个上去嘛 是不是 S3 MD 是不是 然后什么put一个readme 可以吧 put一个readme 到哪里S3冒号斜杠是吧 001可以吧 你看 他就往上p了吧 是不是 诶 铺完了 是不是 然后再铺一个吧 再铺一个叫做什么 OSD 亚美 是吧 呃 假设好 我把我我我我我我我这样子做哈 那我要铺一个铺一个folder怎么办呢 那个folder可以吧 呃 不 我这folder比较大哈 我我这样子哈 我建议 这个吧 叫XX 可以吧 然后我烤一些文件进去 我为了节约时间哈 好 我要把XX给搞进去是不是 搞到二里边吧 我有两个bucket是不是 呃 就是XX吧 然后什么有一个地规的命令 你要用地规哈 叫recursive 5 看到没有搞进去了是吧 然后S3 呃 S S3号 鞋杠 002 有了吧 有个DR8是不是 001 好 这个就是什么我现在把他们干掉啊 你没有了吧 那我要去下载一个是不是 我我我我我要下载一个怎么写 呃 我下载一个对比吧 他那是什么 H是吧 没毛病吗 好 再做一个实验哈 呃 今天我我我昨天做了一个什么 呃 做了一个 有那个CRUD那个吗 对 因为我做了很多啊 C03 演示一下 各种方式来访问我们的 呃 哪里错了 S 没下S啦 是不是 对吧 还有一个叫做 好 这个S3呢我就介绍到这里啊 很简单 boot gate 然后有文件夹加一个什么地规 那个单词是地规的意思哈 比方说我们有个S3 to local 是不是 S3 to local是什么 是我可以同步的意思 来好 我希望下午看你们有没有时间 我们再分享一下 怎么用python来操作 我们的对象存储的一些 东西 怎么去通过这些小的案例 小的课题 来熟悉python的各种语法 函数啊 对吧 变量啊 还有这些模块的调用啊 我的一些小的心得哈 比如说我们现在复制一下这个 我 demo一下 还有几分钟啊 时间控制还是比较好 我觉得 自己赞美一下 他妈的 来 走一个S3 S3 to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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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吧 然后这里K肯定不对 这里K是不是不对 我改改 现在我问大家 我边问大家 S3CMD搞懂了吧 这边 这个明白 以前用过没有 没有 没用过 那就起到了分享的作用 对吧 143 现在我说的是什么 Safe的7480 Safe对象存储的 UIL 有空还可以讲一下 至于Json的那些全线管理 以及怎么把它放到一个云盘里面去 就是我们的对象存储 不管是SG的 还是我们的Safe Safe的RIDOS Gateway 我们怎么样把它对接到云盘 把这个Safe存储做成云盘 也是也实现了 这个都是一些小的案例 但是可以让你学习更有兴趣 更有实现感 不那么枯燥和高高深 我先改这个是吧 改这个要看一下什么 要去看一看这个UID是吧 AK 对对对AK 你看我这个写法我也是比较 我觉得我也写的比较比较有一点小的意思 什么叫小的意思呢 我把AK就是弄成变量了 就最后付给这个S3看到没有 他就他就引用那个BOTO3的BOTO3就是呃 裴伟老师介绍的那个我们AWS 对吧亚马逊的Web服务的一个Python的 Api对象库呃对呃一个库知道吧 调用这个库之后呢就可以去引用了知道吧 好我现在配好了什么AKSK和什么 Andpoint 是吧 然后呢我就可以弄好了是吧 然后CRUD里面 哎呀我靠你们也这里边也要配 没关系我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嘛 是不是 我把它复制过来 S3就就就在这一段嘛是吧 VSLUD 没毛病吧 好有了这个之后呢 呃我在衣服里面也来一下啊 好这三个YAM呢我都有了有了哈 我觉得我简单说一下这三个YAM 我们刚刚通过S3的把方式是吧 S3admin的方式呃CMD的方式去访问了我们的对象存储 是吧我们刚刚有去做这些实验哈 其实也是一种方式了我希望是说我能说到有多种方式哈 但是他能让你看到GET和什么PUT这两个动作 就是我们WEST4让你真正去感受它是吧 包括包括我们也可以去列一下某一个bucket下面的文件对不对 呃就是LS对吧 如果你不加这个bucket呢 不加bucket呢他就会列出什么 列出bucket 如果你加了bucket呢他就会列出bucket下面的object对象看到没有 这就是S3的应用 那同样的功能呢我们也可以用Python来实现哈 我们来试看一下哈 我去好像没装Python哈 不好意思啊很快哈 装个Python3 那个bucket就比较慢了 不慢不慢啊你说我没装Python3哈 sorry哈 好看看好啊 有时间哈我们最多多半个小时 你们要不愿意多半个小时吧 可以可以 没有你啊 我给你们大家都演示一下做个全套嘛 是不是有着有了这种全套的感受之后 你就有了有了感觉嘛这个飞有力很重要啊 好这个这你说很慢是吧哈 我教你一招哈 不会慢的哈 你说BOTO3慢嘛是吧 你是想表达这个问题 BOTO3是在哪里去装的 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哈 是这样的哈 他不会慢的哈 因为因为在这里呢 我给你看个东西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说给他指定一个那个位置 让他去下 对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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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的这个这个不是加个i的参数 看好啊 你是这个意思吗 POPO3in store是吧 你肯定要先装这个BOTO3嘛对不对 你说这个慢是不是 不慢吧 仔细看我的录屏啊 慢不慢 你如果不加i就很慢知道吧 完了你看好 我为了简便哈 我给你多教点分享一点技巧啊 嗯 嗯 嗯 历史 1等于 啊 还是 可以吧 你等一下 P 拍水3.6了吧 你毛病吧 好 好 我们刚刚通过了这个s3的admin的操作 我们现在来来通过我的脚本来操作一下 CRUD 哎 这里面呢前面我介绍一下前面list到到DEL 这里哈都是对于什么 都是对我这个很粗糙哈 我只是先实现一些功能 以后慢慢再强化他 先实现了有兴趣了再说吗 肯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没有去写一些异常判断呢 没有去写一些函数啊 诸如此类的哈 然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是针对对象的哈 后面是针对对象的 来我们实现同样的功能哈 来 比如说他说你要去看list 是吧 哎你看 是不是把list bucket打出来了 对吧 我就看到两个bucket 我现在对应的那个end point 是吧 AK的都输进去了吧 然后我要看我的某个bucket下面的 我要对list的一个对象是不是 obg 是吧 我要输bucket的名字吧 001 你看有了吧 看到每个bucket对象了吧 是吧 可以吧 然后 这个这个这个 如果我要上传一个文件 是吧 我要update一个文件 到我的这个 传哪一个呢 crud.py 可以吧 oh sorry 不好意思 输错了 那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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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上传成功了吧 好 这个呢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同样 一句话 只要你搞定了这些公共的协议 明白了他的原理 什么是url urn 对吧 什么是bucket 什么是租户 是吧 什么是ak 什么是sk 什么是endpoint 不是 不叫endpoint 是n的什么 对吧 就是那个服务端点 是吧 好像就是endpoint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你就你就知道 通过各种方式来访问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对象存储 以及他怎么去对接网盘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 刚刚我写的这个 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 导入一些第三方的什么 aws的什么库 对吧 aws也就是亚马逊的这些库 这是公共的库 s3的接口 第二个是定义了什么endpoint 和ak sk就是我们的服务端点 就是一句话 这里标示了我们的对象存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到什么s3的变量 是吧 给到他的不叫变量对象 是不是 好 然后去定义了一些函数 去调用这些 对象里面的方法和他的一些属性 对吧 这些函数 看段看段 然后呢 最后呢 我去调用这些函数 是不是 然后我给你一个选择 说你要输入什么 然后呢 我就去执行这些函数 那你看 我把寒 我把代码块和函数放在一起 然后呢我去调用这个函数 就比较简单 目前我的水平只能写到这样 但是 我觉得目的不是什么 目的不是说要 要写得好完美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 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一个朴素的感觉 就是什么 要去练 要去熟悉 通过你动手之后 做这些实验之后 你对underpoint 对这些 是吧 这些aksk 对bucket object 你有更深入的理解 甚至结合python 你对python这些语法也好 是吧 哪里有个冒号 或者是 这种是吧 是点呢 还是大括号呢 括号是代表字典的下标 这个点呢 代表它是一个对象 对象封装 是吧 就很多东西呢 你就会有一个什么 清晰的理解 但这个清晰是逐渐的 就你做的越多 写的越多 就越越那个 我给大家再看一个 看一个 今天我们这个上午的 就就就就完事儿 再看一个这个 这个python的脚本 就是比如说很简单 我现在 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比如说我把这个 crud删了 好吧 crud删了 我要把这个 其他pansion的这些 看得清晰一点 我现在readme也上掉吧 好吧 好 你看我现在只有这两个文件了 ok 好其实呢 if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们先看一下if if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判断一个对象存不存在 或者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bucket存不存在 是不是 那我现在我要判断一个proket 是不是 我就写个001 是不是 ái celui告诉你 明天是存在的是吧 那那如果说是我 我再来 我写的66888 他告诉你的koket的不存在 是吧 就是判断这个bucket 包括这个对象啊 比如说我 我们 我刚刚那个不在了哈 没事 好吃 我们现在只有这两个文件 我现在要把我们的S3的对象存储上面的东西同步过来 同步过来 我要怎么怎么同步 我要判断我有没有这个文件 有的我才同步没有的我就不同步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S3这个是吧 他说你要输入发给你的名字 我输入这个是吧 他说你输入目录的名字 我目录就写到我当前目录下面 叫做我是录者是吧 OK 然后就写Root咯 你看他当了三个fire下来是不是 他发现呢 他上面没有这几个fire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他就给你当下来了 看到没有 当下来了 那如果你再执行呢 他会不会他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 001你看啊 还是写这个Root当前目录吧 他说LowSync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的下面的文件 你有他有的你也有 我们不幸可以看一下 是吧 Ibg 001你看到没有 你你这三个文件你这边有了他就不会下载了是不是 那如果我这我先删掉一个呢 删掉一个readme 你删掉一个readme 再来 不不不不不不 中二看懂这个意思了吧 看懂啊 你看他现在就只下一个了是不是 也就是说他会去判断知道吧 他会去判断哎 这就叫同步 当我们自己实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同步的功能 就是本地和我来问一个问题啊 时宾你来你来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啊 你说我用S3CMD和我写python脚本区别在哪里 如果都实现同样一个功能的话区别在哪里 我感觉直观一点吧 你要干嘛就输入什么 你要干嘛就输入什么 不是 这个一个判断嘛 然后你如果用S3CMD的话 你还要先去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 不是是这样的哈 你们说的都都在都都在点上哈 但我要补充一个哈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 你S3呢 只是一个客户团命令 他没有办法去堆接你的那些应用程序 知道吧 比如说你要把它交付给数据库 或者交付给微博去显示的时候 你S3怎么交付啊 你python就是可以把它拿来了之后 你想想我刚刚输出的这些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堆接数据库 又导到数据库里面 或者导到一个sell里面 我是打个比方哈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实现的功能都一样 他们就是一样的 python要强了很多 这里是个思想的问题 就是python可以实现了之后 他可以交给什么 金家兔交给flux 是吧 flask交给flask 交给交给什么 交给 呃 江狗 是吧 这些web应用去调用 去产生什么 比如交给监控 是吧 等等 他可以交付给其他 对接很多的api和什么 application 那cmd手工书的交给毛 你用人去交吗 我看了给你拍个照 交给你 懂了没有 这才是他最深刻的东西 还有很多复杂的应用 知道吧 你python是不是可以对接什么 json 对接 xml 去 搜索创建 xml 是吧 删除xml 诸如此类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拿到的这些数据 保存为标准的什么 数据格式 以及对接标准的什么 application的api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你们觉得呢 但这个我还没演示 后面我会去做一些对接的东西 对吧 你输过cmd 你怎么怎么对接 对吧 你们觉得呢 这个有一点像什么的区别 我告诉你 有一点像 你在输 answer的mini和 answer playbook的区别 我这样讲对吧 所以 让我先理解一下 你看 你在书answer playbook的时候 是不是基于亚门这个配置文件的 对吧 你可以写的很复杂嘛 我问你 那个复杂的功能 如果你去敲answer的命令 比如说answer-a 你是不是要敲很多行 你累不累 是的 对吧 那反过来说 我写一个python 我可以写的很复杂 也可以写的很简单 你那个s 你刚刚敲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s3是吧 cmd也好怎么样也好 你不可能批量执行吧 不可能脚本执行吧 不可能有判断吧 不可能有循环吧 不可能有同步吧 他有同步 他有叫 阿胜特这个 他有阿胜特这个命令的 他有阿胜特这个命令 他说没参数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他也可以 但是你要手敲啊 这就是人工和资 这个这个程序的区别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我觉得更宏观 更有趣一些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所以说 阿胜特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去想 他设计的原理和思想 当然我好像说的很文字幕的 其实我是说 这个东西很实在 知道吧 你再快 以前好 我有一个协调员跟我讲 他说 这个我操作一个社会表格 很熟练的 你根本没我快 是吧 我说你能快过数据库吗 对吧 你能快过一个社会里面那些公式吗 那我写个公式 我写个数据库查询 一个skate表格里面很简单 你排单也好怎么样也好 10条数据50条数据 你可以什么动作快 粘贴复制单元格 1万条呢 你是不是要靠脚本靠公式 靠程序 这就是区别 这个idea 这个思路一样有 否则的话我觉得就就就就就写的很low了 好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我们今天讲了什么 这个playbook的这个进阶应用 主要是用两个典型的案例 MOOSFS 分布式文件系统和什么 我们的SAFE 是吧 这个SAFE的什么 SAFE的对象存储 叫RIDOS Gateway 就是我们对象存储网关 来演示的SAFE的集群 对吧 你看我们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是吧 点S是吧 然后SAFEOSDTree 是吧 然后RIDOS 最后我们再这么这么来一个梳理 RIDOS是什么 RIDOS L OSDTree 这也一样的 你看我们就看到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对象网关的Pool 对吧 就对象存储 最后我们就通过什么 这个东西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的 你看到没有 现在他使用了三副本 我1.5T 他只有400多G的空间 对吧 SAFE 莫名是三副本的 你可以改改成两副本 对吧 就是Process Process SateProcess就好了 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好 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第二个呢 是通过Boot Playbook 去操作我们的SAFE的什么 对象存储网关 以及怎么部署 从基础的什么 monitor集群 到我们的SAFEOSD集群 到我们的什么 SAFE的客户端 到我们的这个 对象存储 RIDOS Gateway 好 这是第二个实验 第三个呢 我们就演示了一个什么 演示了一个 怎么去写这些 Python的脚本 对不对 Python的脚本 怎么去创建 操作连接 以及增商改查 为什么叫CRUD 你看你看这个 这个脚本 叫CRUD 我说一下 C是create R是reader reader 读取 U是update D是什么 delete 增商改查的意思 知道吧 增商改查的意思 所以说呢 这里啊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操作数据库也好 操作一个对象存储也好 你要懂得怎么去 Connection 怎么去增商改查 这是最基本的思路啊 然后你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去建立一些复杂的应用 对吧 这个我们讲了一个Python 和我们的命令行的区别 对不对 那我们的Ansible和我们的Playbook的这个区别 一个是基础 一个是什么 通过配置文件 通过一些循环判断的脚本 来做一些什么复杂的应用和对接复杂的什么程序 这才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一个效果和思路以及方向 对吧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最后两分钟 有没有问题 大家讨论一下吧 可以说感想 也可以说思路 也可以谈一点 下期我们要分享的一些东西 我是希望这种培训呢 我们能够长期做下去 不一定每周都有 但是呢 两周有一周有 一个月有 但不能什么两三个月都没有 那个就没有连续性的嘛 叫可持续发展嘛 来我要点名了 红组有没有什么问题 已经不在了嘛 这个中文中文有没有问题 这两个没什么问题 我想那个K8S应该可以用这个 这个我还没研究出来 交给你了 你给我写一个K8S的 playbook的亚门 script出来 可以吧 每次都是我来 你也要来 对不对 我头发很老火的 知道吧 很痛苦的 经常被这种爆撮卡到要死 知道吧 还好我这个人比较赖死 坚持下来 我说的东西 你看到背后 比如说裴伟老师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吧 很简单 其实他背后的努力啊 可想而知啊 也学了很久 在现场踩的坑也很多嘛 对不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 对吧 还有没有 对了还有一个 那个 谭阳老师的那个 Storage Grid的那个视频啊 我们要反反复复复去看哈 我是说SLG的同事啊 看了之后呢 我试试希望大家都把那个基础的实验做一下 包括什么Storage Grid的安装 对吧 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Storage的扩容 包括我们的Storage收视制啊 怎么去看他的IOM是吧 那些策略是吧 Policy 怎么去看那些不同的服务 什么SSM是吧 在Support里边 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大家要去折腾 折腾之后 大家要互相什么 互相反馈 互相沟通 我要问你们做到哪里了 你们要可以互相反馈 是不是 怎么去做这些东西啊 我在实验室里面做了一个机器 那个机器我给你看一下 都都是就是这个02 对吧 这个02里面你看看 用了11个G 是不是DockerPS 我们都部署好了的 中文你做过这个实验码在这里 是不是 我这个快照恢复啊 就几秒钟 那个胡锦权也做过 在我这个上面 就很快是不是 你看DockerImagi 我都做了 我把这些这些东西 都放在这里了 DC3的配置 Storage Grid 你们要做的 就直接跳上来做 我恢复一个快照 也就是5秒钟 然后呢 你们不用去考配中间 也不用去考这个程序 都放上去了 只用去配置这个Storage Grid 的这个Cluster 然后呢 参考的文档呢 这是NTP的 啊 我是说还有个NTP的也在上面 NTP的 你不是要配那个NTP吗 对对对 NTP的脚本也有啊 我都我都我都弄好了哈 这里哈 郊外的FTP 你们不明白了 问中文我都可以 我们两个都做了 然后沈士兵肯定也做了 我知道 其他同事也要做哈 这个东西是是是必修课啊 这个东西到时候 呃 来了不会 不会不来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面临的尴尬 是吧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其实呢 两个都可以有 然后呢 我们看看这里哈 这里有文档 中二 我脑袋有点晕了 最近 那那个Python MySQL Python 然后下面有个NTP 啊 对对对对对 哎呀 自己这个 最近 你看知道学习很辛苦哈 妈的搞得我就有点健忘了 哎呀这个初学者嘛都是这样的 要经过这个这个关口哈 啊这里这里是吧 这文档啊这文档 都是我都发给你们给我啊 你们看一下啊 就这个文档 按照这个文档来做就很简单的啊 安装啊 这个都有写注释自己看啊 配置这些都弄好了的 我都给你们弄好了 只需要去读理解他这个原理 是吧 然后下一步就到web上面 是不是 然后访问访问他的什么 啊 gitway的 ip 是吧 然后就去一步一步配是吧 什么扩容 最后这个是扩容的哈 新加节点哈 什么扩容 添加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就继续扩嘛 你就再找一个 他就去起个多可知道吧 他也是基于多可来部署的 跟我们部署safe中多可是一个意思 知道吧 那原理通了一切通 但是还是需要什么动手去实验 听来觉得哈都会 做起来觉得什么 一片蒙脑袋晕 这个是正常的 我告诉你 我也是这样的 世人都有这个过程 除非他是什么天才 我相信我不是天才 好吧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啊 大家要去做 好吧 呃 请见你那边可以停止录屏的 我最后还要跟他们说一个 另外一个事情